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报告及寻导完毕 第一案及第四案均准与动支提报院会 第二案继续冻结50万元其余准与动支提报院会 第三案继续冻结10万元提报院会 委员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 请相关机关紧述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 全组完毕 请问各位同仁队上次会议 一事录有问题 没有问题我们就确定 现在介绍列席官员 首先介绍司法院吕太郎秘书长 司法行政厅王梅英厅长 工程会石木清委员长 最高行政法院南县林院长 法务部蔡壁仲政务次长 检察师王俊丽司长 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 詹莉莉检察官 行政执行署行政执行官中智政 群续部林文灿常任次长 常务次长 特审司肖正祥司长 法规司黄慧琴专门委员中东府第一局 陈敦娟参事 立法院法治局李淑娟副局长 行政院外交国防法务处 检美会检察官考试院第二组 林启贵检任秘书监察院监察业务处 王增华处长 内政部合作及人民团体私筹备处 林彦甫专门委员 教育部人事处 陈慧芬专门委员 卫福部 新口司 盛立中 盛立中 司长 社家署身心障碍主 游宜君组长 社家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综合规划处 陈建宏检任视察 中华民国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 李庆松理事长 特别欢迎理事长 那请坐 好 好我们今天跟明天是两天一次会 排定的议程是第一 继续审查司法院行政院考试院 函行审议法官法部分条文 及第七十一条第二项法官奉表修认草案 二 第二到第十五案是继续审查委员徐国用等二十三人拟据法官法部分条文修认草案 等总共有十四案都是委员提案 好第十六案是审查委员江乃鑫等二十一人拟据法官法第四十三条条文修认草案 十七案是继续审查司法院行政审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部分条文修认草案 十八案继续审查司法院行政院考试院行政审议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认草案 十九继续审查司法院行政审议公务员组织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认草案 我们第一案到第十五案第十七案到第十九案 前经本会第九届第七会期十六次全体委员会议 就是在今年的四月二十四号 我们排定审查已经都寻答完毕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没有审查的委员提案进行提案说明 我们就不再进行寻答 那在提案说明之前我几件事情跟委员会这个报告 有的要征求各位同意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第一案到第十六案 这个都是法官法 但是我们排定一层的时候并没有并案 我们是不是可以大家同意我们就并案来审查 那我们处理条文对照表比较好处理 大家就说的案这个跟法官相关的案子 我们就并案审查 如果大家没有意见我们就第一案到第十六案 改成并案审查 那么第二呢因为今天这个各位进来的时候 看到有一些这个警戒跟管制 那个是因为我们这个有一部分这个反对同性婚姻的团体 那么来立法院抗议跟这个表达意见 我们都很欢迎 但是为什么是选择今天呢 是因为他们可能有些误解 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中午要协商 那么由我来主持 他们以为是要协商这个 这个 民法的同婚条文 就是游美女委员的提案 其实不是啦 我们是要这个协商这个议定监护 所以可能他们误解了 这是警卫队对我们的回报 但是我们还是欢迎啦 因为外面下雨 请他们注意这个保暖 好 然后呢一件事情跟大家报告 我们因为 所以我们先前有一些法官法的条文 都已经审查过了 而且做过决议 虽然说还没有出委员会 但是我们就不能再把同样的条文 再审查一次 所以呢 有些条文是 我就这样讲 各位是不是理解了 那怎么办呢 那已经审查过 但是现在有新的条文呢 那就如果这个条文是很要紧的 那么而且跟我们原来 已经审查 做过决议的 会有冲突 会有不一致的话 那我们就只好 最后宣布交付协商 在协商的时候 把已经做过决议的 跟今天不能审的 就不能讨论的 要再并在一起再协商了 好 所以我这样讲不晓 各位是不是理解了 大概我们在处理的过程 遇到各位就知道 我先跟各位讲一下 这些 我们先前已经审过 做过决议 的条文 是法官法第二条 第七条 第三十条 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四条 三十五条 跟三十六条 这个 这个我会在审 逐条审到的时候 跟大家再做提示 好 以上 跟大家做报告 然后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案子 是 第十六案 蒋乃馨委员的提案 请提案委员 蒋乃馨委员说明 蒋乃馨委员 蒋乃馨委员不在 好 提案人 没有做说明了 我们第一案到第十五案 第十六案到第十九案 的条文都已经宣读完毕 现在只剩下第十六条 第十六案的提案条文 麻烦请宣读 请参看蒋乃馨委员提案 法官法第四三条 修认条文 第一项 除第一款 在第八款后 增列 及第十款 等文字外 第二款至第五款 从现行条文第三款 至第六款 第六款修正为 有客观事实主任 其身心状况不能执行职务 司法院应违请相关专科医生 鉴定并经认定者 第二项未修正 第三项 除了将现行条文的款次 调整为 第一段部分 将第六款调整为 第五款 第二段部分将第七款调整为 第六款 请与现行条文同 第四项 也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 宣读完毕 好 跟文会报告 我刚才跟大家说明的这个 我们已经做过 决议的条文 就不再讨论的 这个是定在 自宣新司法的第十二条 那么各位可以自行参看 好我们现在以 司法院行政考试院的提案 作为讨论的基础 请大家看第二条 第二条就不再讨论 好 我们就 那就保留 对吧 照第一次会议 节目通过 我们就照 第九届第一会期 就是 105年7月13号 司法法治委员会 第41次全体委员会议 所作决议 通过 请各位 主席不好意思 是请说 可以说明一下 第九届第一会期 第二条通过的条文内容是什么 是不是可以发给大家 好 印给大家好不好 好 那我跟大家讲 就是说大家 因为我有 因为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到最后就算 审完了 也一定要交付协商 交付协商的时候 再把前面已经通过了 并同 这个今天我们 这两天做讨论的 做了决议的 在一起来做处理 第二条通过是 按照顾立雄委员的提案 好 这个条文印给大家 我们当初是照顾立雄委员的提案通过的 好 请各位看第四条 请问各位的意见 周委员要不要说明一下 是黄委员 黄委员举手吗 周委员 因为除了院板之外 你有提案 你要不要说明一下 那那个无限的 先麥克風給周園好嗎 謝謝主席 那我的提案大概就是就這個講程的部分 認為也是要放在這個司法院的人審會來做審查 另外有關於這個法官代表的配置 我是沒有做修正啦 那這個部分司法院有做修正 是不是請司法院就這個部分 他們是8人我是做7人 那是不是請司法院講一下這個人數上面的考量 所以所以周委員的提案 就人數的部分是跟現行條文是一樣的 對然後這個 對然後司法院他們會顯版是變8人 那這個部分就請司法院來說明一下 好請司法院說明 麥克風都出問題是 主席各位委員 關於第四條呢 因為我們人事變動是為了配合組織金入塔 那其中的最關鍵就是因為在 院版裡面啦 關於中審法院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 我們本來是希望改為特任 所以他整個 旅選委員會都不一樣 審議委員會也不一樣 那但是因為這個 朝案經會選行政院考試院以後 他們都表達一些保留的意見 並不贊同中審法院的法官是特任 那外界對這個制度也很多的 不同的看法 那我們在經過評估啊 我們覺得說這個部分 中審法院最高跟最高行政法院的特任的 這樣的一個法官屬性呢 我們可以暫時不要修 那暫時不修的話呢 朝案裡面為了配合這個特任的改制所進行的修正 包括人審會 林選委員會 包括奉吉等等這些啊 我們都建立啊就按照 就不要動這樣子 是謝謝 好請黃委員 針對第四條的部分啊 我們在下一個階段的時候 會以黨團的名義 提出我們修正的條文 您在協商的時候 對那我先說明一下 就針對目前 有關於人審會的組成 他形式上面 形式上面啊 所謂院長指定的 非官方的代表 也不能講純粹非官方啦 就是他有兩 他其實有三種屬性啊 第一種屬性是院長指定 第二種屬性是法官的民主機制 第三種屬性呢 是外部的代表 那雖然在形式上面啊 呃院長指定啊 的人數沒有過半 可是在實質上面啊 的運作的時候 實際上面官方代表 所佔的比重啊太高 那導致在實質上面啊 的運作 一方面 以實際上面的程度來講 院長的比重相當的高 但是 遇到一些爭議問題的時候啊 全部又推給人審會 所以這跟我們有關係啊 這個是人審會啊決定的 那既然是這個樣子啊 所以我們希望 就司法院院長啊 的部分啊 那當然要給他一定啊 指定的權限 但是我們認為比重太高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提案啊 修正 把司法院院長指定的十一個人啊 比例再往下調低 調低到七個人 那啊 這四個名額呢 會分別的分配到 有法官的民主機制 所選出來的代表 那法官的民主機制啊 裡面啊 基層法官的聲音非常的重要 那因此 就法官的部分 代表我們提升成十四個人 那多出來的這兩個人 全部 就交由地方法院 及邵家法院的法官代表 從 本來的人數再調升啊 成十個人 那外部委員的部分啊 學者專家三個人 我們會進一步啊 調升啊到五個人 那其他 司法院 他們要修正 把強誠放進去啊 的部分 我們競表同意 好 謝謝 這個我們 這個歡迎 黃委員跟實在力量黨團 在協商的時候 提出修正的條文齁 第四條 好 就照周春明等委員等24人提案通過 我可以提議保留嗎 可以啦可以啦可以保留啦 因為我已經表達了不一樣的看法了嘛 好 第五條 第五條 第五條就 不予修正 那個 黃委員 不好意思喔 我想要請教一下司法院 這個問題其實我之前就 曾經在另外一個法案討論的脈絡裡面啊 提出來 現在第五條的部分啊 我們基本上面 會去鼓勵齁 除了法官以外的人 從外部啊 去轉任 但是當初法官法修正的時候啊 其中一個比較 讓大家 差異啊 的地方是在於說 呃 就學者轉任的部分啊 你們在高等行政法院裡面 有去規範 如果是中研院的研究員 副研究員 或駐研究員的話 在滿八年的時候 可以轉任行政法院 的法官 那相同的制度設計 在高等法院以下 各法院的法官 以及在最高法院 你們有開放 大學的教授學者 可以轉任 那但是 並沒有 把中研院的部分 一併的納下去 這個在立法的體力上面啊 非常的怪異 因為 就有關於學者轉任啊 的部分 當然並不是因為我自己是中研院出來的 所以我這樣子講啊 但是我 我必須要持平的講 是說 中研院在建用人才 跟升等的標準上面 事實上是 比一般的大專院院校 嚴格非常的多啊 我想大概有認識中研院法院所的同仁 大家都會很清楚知道這件事 那你們在 高等法院以下的法官跟最高法院 也就是除了高等行政法院體系以外 沒有把中研院放進去 是有什麼特殊的考慮嗎 這是政策上面的選擇嗎 還是立法上面的疏漏 實際上面的狀況是怎麼樣 是不是可以請市法院說明 然後請市長說明 這個部分呢 因為研究 國內研究部門很多啦 公公部門也有很多研究單位 不只中研院啦 那市部門也很多啦 就可能在立法上面 因為在大學的教授 他有一個大學法統一規範 他相關的資格監力等等等 那麼在資格認定上比較沒有問題 在學理上 學理上 我個人也認為中研院的教授呢 應該也有類似大學教授的這樣的一個身份 不過可能 其他的周邊的跟中研院類似的研究部門 這個資歷的採證等等 可能會比較複雜這樣子 中研院資格跟資歷的採證 事實上規範的密度 恐怕是比大學法還要高 高秘書長這樣講我完全聽不懂 那如果按照你的論理可以成立的話 高等行政法院的部分 也不應該把中研院放進來啊 市長我聽起來 這個黃委員講的是有道理 就是說 你現在 你實際上看起來你們是想要把 大學教授納進來嘛 那 您剛剛說除了中研院之外還有其他的 這個私立的研究機構 我們就沒有辦法討論啦 那中研院 當然他是一個公立的 國家的研究機構 那除了中研院之外還沒有其他的 這個 類似中研院的狀況的 其他的研究機構 他們會有 對於 這個 所屬的這個學者的這個認證跟要求 就是 至少在社會會有公信力啦 有沒有 我特別要說明 我剛剛提到說如果就 法理上來看 中研院啦 他的資格跟大學教授是接近啦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的這個 各方面的專門跟權威性嘛 但是就是說 我們在立法體力上面 因為公立的研究部門很多 公立的研究部門 不只中研院啦 這個 民主長你要跟我說明喔 譬如說有什麼 是類似中研院這樣的研究機構 他具有 社會 就是說你如果把中研院納進來 大概社會不會有意見啦 是啊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 這個是你們要說明的嘛 所以你講的 我不太能夠理解 說還有其他的 那還有其他的是什麼 那如果大家覺得他夠格 就一併納進來啊 有什麼問題呢 如果說只納中研院這樣子 大家同意 你們去想想看啦 你們去想想看啦 這個黃委員 這個反正我們這條也保留啦 你們 你們雖然說 不予爭定 但是黃委員提的這個意見 我覺得這頗有道理啦 那你們如果覺得 對中研院有疑慮 那就 再來說明啊 對中研院沒有疑慮啦 或者是你們覺得 除了中研院之外 還會有其他的公立研究機構 或者其他的這個 具有社會公信力的私立研究機構 你們要把一併納進來 這個我們可以討論嘛 來請黃委員 我想啊 我是建議司法院的代表 回去把自己主管的法規再review一次啊 相同的問題 上一次在這邊已經討論過了 我提出來了以後 你們上次答詢的內容是 那當然沒有問題 本來就應該要放進來 那今天態度如果是有這樣子的轉變的話 可能回去啊 自己搜尋一下 自己主管的法規啊 跟還有自己上次答詢的內容 跟今天自己坐在這邊答詢的內容 會不會出現太嚴重了 相互矛盾的地方 就是你們要說明說 為什麼在同一個條文裡面的高等行政法院 就把中原委納入 然後高等法院以下的法官就不納入 這個要說明啦 如果沒有說明的話 反正你們也同意要改 反正這個條文我們先保留 要改就來改嘛好不好 好 好 第五條保留 第五條之一 就不予增定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來請優遠 那個第五條司法院的版本有些改 是不是請司法院說一下 你說修正線型條文的部分嗎 不要改 這個第五條主要是配合 剛剛我特別報告就是說 為了配合原來整個朝案裡面 關於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 改為特任官 法官改為特任官所進行的配套 那我們剛剛有特別報告 這一部分我們暫時不改 所以第五條就不必修正 等一下我等優委員講完 優委員你還有其他意見嗎 他們一直就說他們本來要推 最高法院的法官就變成特任 他們現在就暫時沒有要在這一次修改 所以他們就這個部分他們就沒有要改了 好那請換位 問題是 最高法院院長還有法官出來的方式 是 修改國事會議做成結論的事項 是啊 那你們現在 突然說不改 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理由啊 因為這樣吵吵的帶過去 我想對修改國事會議那麼多參與討論的人 要怎麼交代 那難道那個修改國事會議是開好玩的嗎 你要不改 你要有堅強的理由 你為什麼違背修改國事會議的結論 還是修改國事會議純粹是開來放天燈的 那如果不是這樣子的話 司法院要清楚的說明啊 第二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請司法院說明一下 你們限制 現行的制度啊 最高法院的院長 法官 他產生的方式 還有院長的任期 是不是也可以稍微說明一下 好 第一個關於這個 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特任的問題 因為我們在會選行政院 這個在我們的書面可以看出來 行政院跟考試院都表達不贊同 那麼因為考試院呢 它是一個官制官規的一個主管的院 他認為特任官又終身職 可能在現行的文官體制裡面啊 非常有問題 非常有問題 那麼各界呢也擔心說 中審法院的法官將來成為特任官啊 會不會有其他的因素啊 比如政治因素 雖然我們再三對外講說 從外國的立法力來看啊 其實中審法院的法官 他的任命都是跟下級審法官不一樣啊 不過我想法案的推動啊 還是要兼顧國內的各方面的看法啊 所以我們也尊重考試院跟行政院 在會選過程當中表達的這樣的一個看法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說 現在的最高法院的院長他的產生呢 當然是總統任命啊 好 那他人選呢 總統本來他的職權 不過按過去我們所瞭解的 示範院長都會提供一些人選 讓總統參考 那總統也不見得 會完全依照示範院長的意見 那麼任命以後他就是一個特任的 特任的法官 所以條文呢他是 就是院長也是拼任法官嘛 那沒有任期的問題 沒有任期的問題 這是院長的部分 那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的產生呢 因為在目前的體制呢 他就是一般的常任法官無益 只是審級不同而已 所以他跟地方法院高等法院的法官的任用的過程都是一樣 都是經由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通過以後排任 這樣 好 請方委員 那我聽起來 有兩個層次的問題嘛 第一個層次啊 的問題是說 他的標籤啊 你要不要給他一個特任官 那樣的標籤嗎 那第二個 那個標籤怎麼下來 其實我沒那麼在意啊 但是我真的比較在意的是他 產生的過程 他產生的過程 那 你現在如果是以考試院建議的條文的話 考試院自己建議的條文 就沒有第一個問題啊 也就是你要給他什麼標籤的問題啊 那 但是保留實質的內容是說 因為我常常 我就像一般法界的人搞不清楚是 那我們最高法院的院長 到底是怎麼挑的 他形成的過程是什麼 那你如果保留那個實質的內涵 是 像外國 他們所謂的 judicial council 法官領選委員會 然後他們有一個 零選的機制出來以後 再往上 那不是比限制進步嗎 我的意思是 你們為什麼 只是要回避第一個 要怎麼樣去 Label他定位的問題 然後最後選擇的方案是 全部的改革都不要 這個我聽不懂啊 你剛剛的說明只說明了第一點嘛 那我剛剛為什麼進一步問你 說 那現在 他的任期跟產生的方式 我主要關心的是第二點 對 對 我說明一下 目前法官法裡面的法官領選委員會 他的概念 因為他的組成跟人審會不一樣 大部分都是外部人員 除了 人審會有 還有部分法官代表以外 司法院本身呢 只有一位 所以大部分都是外部人員 那概念上是初任為法官的 除了考試以外 譬如說有律師啊 甚至於學者轉任的 因為他在進入司法體系前 都是在司法院以外 在進行各種的學術研究 或審判實務的活動 司法院對他們的 並沒有像 實任的內部的法官的工作情況 那麼了解 所以要有外部委員來 來離選啊 這樣可以 比較 達到選財的目的 這個是 離選委員會目前的功能 它跟其他不一樣 那至於一旦任命為法官以後 一旦任命為法官以後 法官內部的簽調呢 他就涉及到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 因為 關於法官的監督 法官的監督 那 任用 基本上他是司法行政的一環 那在目前的體制下 應該有 因為我們司法院才首長制 應該有司法院院長總旗程 如果他的任用 包括簽調 獎程 不當 那他依照民主機制 來負責任 那如果說 原來我們 中審法院特任呢 因為他是特任嘛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 要由院長來進行 人事的任用 升遷考額 那個機制 基本上就由 林選委員會來代替了 所以 需要用林選委員來代替 那現在如果那個部分 中審法院的法官不再是特任 他只是一個常任文官的話 那麼應該回到 比較正常的 憲政的機制 由司法院院長來負責 因為 如果 如果 法官的任用呢 有外部人來 做最終的決定的話 那麼如果任用不當 基本上 國家是沒有辦法有任何可以追究的 尤其在合議制的情況下 那個責任是不明的 責任是不明的 所以 當初 整個法官法 還有法官法實行前 他其實是本領這樣的一個機制 簡單的說 有司法院院長來提名 經過 相當的多元的內部的人審會 如果提名不當 社會就是批評司法院長 國會認為司法院長不行 總統認為司法院長不行 他就下台 他有一個非常明白的 負責的管道 是這樣的一個觀念 這樣 負責 剛剛司法院代表的說明 我必須要老實說 沒有辦法 說服我 我為什麼這樣講 第一個是說 現在 剛剛秘書長講說 司法院院長反正他就 他在人事任用任免上面 然後如果有不當的地方 就透過民主機制負責 哪一任司法院院長透過了什麼民主機制負責 當然有 過去 院長也曾經因為法官貪污等等 下台那個例子是很多 那個 不是沒有 只是說他不是用 那個也不是所謂的什麼民主機制去負責 第二個部分 你還是沒有回答我最核心的問題啊 你一直在面前講說 一開始法官臨選委員會是從外部挑的 然後進來了以後就要進入人省的機制 那你這個說法如果說得通的話 那你們今天自己提出來的草案也好 考試院提出來的草案也好 我先不去管第一個真點 到底是不是特任啊 你裡面的設計也全部都是由法官臨選委員會來選啊 而且院長也不是完全沒有他的控制啊 一開始提名的時候 還是由院長提名啊 他可以提名兩倍的人 讓法官臨選委員會選啊 那你如果這樣子的說明 如果能夠 能夠成立的話 那你們自己一開始提出來的法案 是寫錯嗎 是設計錯嗎 一開始就是為了配合他是一個特任官的家 對嘛 所以我就講嘛 今天我們就講實質的問題嘛 要不要給他特任官是另外一回事嗎 怎麼樣透過一個機制去挑選好的人 讓所謂院長的人事權 跟在內部機制設計上面的控制 能夠取得一個balance 這個才是我們在推動司法改革 特別是人事的部分核心的關懷啊 那你們怎麼會為了要避免第一個事情 說啊既然不是特任官 那通通都不要 然後回到現在的救治當中 那你說行政院跟考試院反對 那問題是考試院所提出來的建議條文 就迴避了第一點的問題啊 是不是請考試院的代表說明 考試院自己的建議條文也打算要撤回 覺得當初提到本院的條文建議不當 全部要撤回 不要審議 考試院的立場是這樣嗎 請考試院說明 考試院是因為這是三院會選的 那我們是配合司法院提出 他要把三種法院變成特任的時候 我們提出到相對的條文 那記得剛開始我們主席有特別提到說 因為我們李明璇也特別提到說 現在因為社會各界法院經他們考量 又已經三種不再用特任的 那我現在很依稀的聽到 我們主席有聽到 那這個真定的條文就不再討論了 所以這次應該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我們是配合司法院的條文 來有一個真定條文 那如果說沒有這個條文的話 那自然就沒有這個條文 請考試院 對不起喔 考試院沒有回答我剛剛核心的問題啊 主席宣告說不再討論 當然主席有主席的權責嘛 但是今天法案提出來 這個法案不是從石頭裡面蹦出來的 是施改國事會議裡面形成的決議 那既然是施改國事會議裡面形成的決議 我們必須要對那個時候的施改國事會議 還有所有參與的人有所交代啊 那我今天問的是考試院實質的內容啊 他們現在你們跟司法院彼此之間 最大的歧見是特認不特認的問題 那我就說第一點 不是我關心的重點 我關心的重點是這個人到底是怎麼出來的 這才是重點 那這個也是我國過去 既往最高法院在運作的時候 不管是在法官自己內部 還是從學者民間團體外部的觀察 抨擊最強烈的地方 那我現在問考試院的立場是說 你們當初建議的這個條文是不是從考試院的立場 覺得自己提的條文也沒有道理 要撤回的 是這樣嗎 來 社長回答 好 我想我剛剛可能沒有表達清楚 之所以五之一這是要鎮定的條文 那司法院提出的這一條裡面是特別把院長 把這個三中院長變成一個特認 因此他在程序上他就配合了一個改變 就是由那個院長提名 然後由法院寧憲委員寧定 陳請總統任命 那考試院認為三中院的法官不應該用特認 因此配合他們的條 他們的那個特認的一個設計 然後在程序上 當我們建議說最高法院的三中法院 應該維持所謂的常任的體系的時候 那麼在程序上也建議配合 由司法院根據司法院的一個程序 司法院提名由冰險法院兩名 由法院有法官徵詢委員提名或認定制 所以我們程序上是配合來這樣做 做這樣的一個設計的 大概是這樣 所以應該沒有產生所謂的要撤回的問題 您的意思是說希望司法院維持原來的態度 就是說把最高法院的法官改為特認 不是 這不是我剛剛說的重點 我剛剛說的有兩個層次嘛 要不要特認這件事情 我老實講 從實質的官員來講我一點都不在乎 那個只是一個官嫌 怎麼樣去標籤化他而已 但是我真的在乎的是 那個院長跟最高法院的法官到底是怎麼產生的 這個才是改革的重點 那現在他們似乎的講法是 如果不特認的話 那產生的方式也不用改革 就完全回到限制 但我的觀點就是 現行的最高法院的院長跟法官產生的方式 問題就很多 我能不能請問一下這個 現行的這個 最高法院的法官跟院長的產生方式 是在第五條嗎 現行條文嗎 最高法院的院長本身 法律沒有 因為他是特任嘛 所以 條文沒有特別規定 如何產生 那法官的話他是 因為在我們的 人審會裡面 他是規定在第幾條 第五條 是嗎 第四條 第四條 人審會 他就包含所有各省級的法國 法官我們可不可以這樣處理好不好 就是說我們現在第四條第五條都保留 第四條保留了嘛 然後 第四條已經保留 所以你會覺得說你們的意見 會希望把 這個最高法院的法官跟院長 領選的辦法或產生的方式 你們會希望定在哪個條文裡面 就放在第五條 因為最高法院的院長 產生的方式非常的重要 陳如剛剛秘書長所講的 限制就是沒有明文規定 那 從我們整個 在組織的建構上面 跟最重要的最高法院的院長 產生的方式 結果竟然沒有法律的明文規定 那難怪 過去最高法院 院長也好 法官也好 他產生方式的運作 飽受這麼多的批評啊 正是面對這樣子的批評 所以在斯凱國事會議裡面 有相對應的討論出來 我再說一次啊 他是不是特任官 根本不是我關懷的重點 我關懷的重點是 他到底是怎麼產生出來的 這件事情應該要有一個明確的規範 那我們第五條 這個不予修正 各位有沒有意見 第五條剛剛不是說要保留處理 第五條保留對不對 第五條之一 我們也保留 那第五條之二呢 特任選定的這個部分呢 第五條之二 不用啦 因為他其實不用拉 拉兩條多塊 就是 第五條之二不予真定 可以 可以 所以現在就保留第四條 第五條 跟第五條之一 好 請各位看到第幾頁 那個 主席 那個第五條之二 不是也有聯動嗎 還是無關 那第五條之二 主要是正在特任這個問題 那現在 所以其實他是整包的嗎 第一個就是 特任本身的一個 資格奉級等等 第五條之二 是為了要配合特任的法官 拉 這個不用定 那 第五條之一是臨任的規定 那剛剛 黃委員認為說 是不是特任這個臨任的 程序都可以再討論 來請市長 林市長 第五條之一應該是兩部分 那個 第一項裡面兩部分 一個就是說 院長這一部分 就是他們院長 是不是要用那個 政府特任官的方式來處理 那黃國昌委員所特別關心的是 那個程序部分 程序部分 所以第五條之一的 第一項的 文字念出來的 最高法院級 最高行政法院 就是 院長 法官 那如果說 要把那個 那個不再是特任的話 那院長那部分 應該是大家要有共識 那 黃國昌委員是特別對 後面 後面下去那個程序 他是認為 要特別去討論 但是 所以這個前提裡面 那個院長那一個 應該文字是 不存在的應該是 是確定的一件事情 應該是 是不是應該是這個意思 呃 但是 沒有關係啦 這個好像我們就保留 到協商 再來處理啦好不好 好 謝謝主席 好 請各位看第 黃國昌委員 他的意思是不是說 如果院長 維持特任 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這樣的話 那 第五條之一 不是 就是 主要黃國昌委員 是對於這個院長 並沒有疑慮 就是說 院長產生的方式嘛 對不對 應該是法官產生的方式嘛 黃國昌委員在乎的是 法官產生的方式 沒有 也包括院長 也包括院長 因為就像剛剛秘書長講的嘛 我們就問一個 最簡單的問題 現行最高法院的院長 如何產生 規範在哪裡 如果是特任官 大概就是 就是指派嘛 應該是那個 有一個特別 特任官 特任官的任用 對 就是特任官的任用 就是特任官的任用 對 第二個啊 是 你即使給他這樣子的標籤 就說 他是特任官 還是不是特任官 但是對於院長產生的方式 這件事情很重要 我覺得程序上面 必須要重新再討論 我就講個最簡單的例子啦 齁 我有一次 為了全國司法改革 我在中原院主辦一個會議的時候 我去拜訪前 司法院院長翁躍生老師 王老師跟我說 我們的檢查總長 在法院主治法裡面 寫得清楚的規定 那個還要立法院同意通過 然後你再想想 我們最高法院的院長 到底是怎麼慘 是生的 那翁老師講了一句 比較直接的話 這個在司法權裡面 以最高法院的方式來講 跟人家比起來是要怎麼比 那當然啦 這個是一個擔任過司法院院長 非常久的人 他在關心我國的司法改革的時候 他所提出來的觀察 但是你沒有辦法否認的事情是說 對於我國最高的司法機關 那當然 大法官他掌握的是視線 你如果以最高的審判機關 來講的話 實際上就是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影響太大了 影響太大了 特別是接下來 就有關於在大法庭的制度裡面 有很多事情都是最高法院 在實際上面 做最終法律解釋的仲裁者 而最高法院 到底怎麼運作這件事情 對於我國整體的司法裁判 跟司法改革的效能 關係至關重大 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到底要給他label說 是特任官或者是不是特任官 要給他什麼樣的尊榮待遇 這個不是我關心的重點 我關心的重點是真的 到底是怎麼挑出來的 這件事情要有一個規範 好 我們現在請大家看 第七條 第七條剛才已經跟大家報告過 就是在第一會期的時候 第四十一次全體委員會已經做了決議了 好 所以我們就照上次的決議 有 有 在桌上了 在桌上了 上次的決議這一條 是有修正過的 好 那這個我們反正 因為沒有辦法再討論了 所以我們也不可能保留 但是我們協商的時候 這個會在一起再討論 好請各位看第九條 第九條這個也是配合特任的修正 我們是不是就不予修正 好如果大家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就不予修正 請各位看第十條 第十條也是配合特任的修正 我們也決議不予修正 第十二條也是一樣 是配合特任法官的修正條文 我們一樣不予修正 請看 呃 第十二條之後 那個江永昌委員的提案 第十九條 沒有必要啊 那就是說我們現在本來就已經 我們那個都已經有相關規定了 對 這個 呃 江永遠的提案是 司法院得制定審查 審理規則跟監督命令 請問司法院的意見跟各位委員意見 我們是建議不用修正 我們是建議不用修正 因為依照大法官四字第530號解釋 他就明文承認 司法院可以制定各種監督的規則跟命令 那現行的很多的法規也都有 這樣子還是 好請問各位委員的意見 請方委員 那四字530主要是從司法權運作 然後在憲法上面延伸的解釋 那我看江委員 他的利益良善 他就是 大法官裡面宣誓憲法價值 希望在法律上面明定 你們是 就是到底反對什麼 我還是聽不出來啊 第一個審理規則其實就是因為 四字530他就司法院本身就可以制定審理規則 那這個條文要定 其實定不定都跟現狀無異 就這樣 要定也可以 不定現行法因為530號解釋直下 實際上也都是這樣做 好如果沒有意見我們就不予修正 請看江永昌委員等十六人提案第20條 是甄烈少年及家事法院及其分院法官 請問司法院跟各位委員 因為他這個少年就是屬於第九款的專業法院 所以應該不必重複規定 這樣 好如果沒有意見我們就不予修正 請 30條 好請看30條 30條有周圍 之前已經有修正過30條 先前已經有修正結果了 我們就照 這個第一會期的 第41次會議的決議 那個30條的部分 是 那個史達利亞黨團 我們會提我們的修正建議出來 那因為30條是這一次有關於 我們的監督淘汰機制裡面 核心的條文 那之前在 第一會期的時候 通過的條文是 30條第一會期的時候 通過的條文到底修了什麼東西 是不是可以請司法院說明一下 我在給各位的資料的第三頁 那他加單純是用法律見解 加單純兩個字有什麼意義啊 因為30條還有一個核心的關鍵啊 就是 在這一次法官法的修正當中 過去啊 辦了兩次 全面平和 2014辦一次 2017辦一次 兩次全面平和的效果 大家都覺得 辦那個到底是 有什麼意義 浪費 納稅人 還有很多人的勞力時間費用 法官也是一樣 檢察官也是一樣 做了兩次的全面平和 2011年的時候 在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講過 如果按照那個時候的司法院 所要採行全面平和的辦法 那那個全面平和會是做假的 2011年那個時候在修法官法的時候 很多人對立法院 以及司法院所提出來的警告 後來都成為現實啊 那如果既然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司法院對於全面平和的這件事情 基本上的政策立場是什麼 要不要在30條這邊去處理 給評鑑委員會來做 還是全面平和 司法院認為 法務部也認為 現在的運作都非常的好 一切都沒有問題 要怎麼樣來加以調整 那第二個是不是請司法院說明一下 上次第一會期的時候 所謂的法律見解不可以交付評鑑 那加單純兩個字是什麼意義 在法律上面跟現行的條文 在實際的適用上面 差別到底在哪裡 好 請說明 這個關於全面平和的這個立場 那司法院認為 因為現在是辦過兩次 第一次是出體驗 法官法剛剛實行以後 那個樣本數非常少 那第二次呢 我們委託非常有權威的中央研究院 來進行研究 他那個母數就非常大 那個是到最終確認了有 大概有十幾萬件 回收有三十幾萬件 也有經過整理 那經過整理以後呢 大概很明顯的 就沒有 沒有很 一點點市政可以查的 當然就過例掉 那最終有五十幾件 五十幾件 五十二件 有參考價值 有參考價值呢 我們請各法院呢 就大概都是針對那個開庭態度 那請各法院呢 就他們所提出來的這個 法官 開庭的錄音 進行調查 那麼這個當然這裡面呢 三件 好 我們後來呢 這個在經過確認以後 有三件 應該是非常的明確 所以我們在 法官的連中考核 就 為他良好 為他良好 當然這個制度 來講呢 是算是第二次啦 那未來司法院的 基本的看法是 在全面平和以後的 後續的這個 資料的 運用 跟貫徹 我們要 更加強 譬如說 某個案件的 當事人 他就正對某個案件 來說 法官 好像開庭態度不是很好 那除了那個案件以外 其他的 我們要要求法院來加強 因為 開庭態度這件事情 有的時候是 有見仁見智的問題 所以 第一個 管理全面平和的部分 我們將來 應該還會繼續 為請中愛研究院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 母數也大 也公正 那收集回來的資料 我們會 再進一步 讓它 落實 第二個就是說 目前的 我們法律的規定是 全面平和 不公開 不公開 但這涉及到很多的 各自 隱私等等這些問題 那我們將來可能就是說在 立法的目的 不違背 情況下 來 適度的公開 譬如說就 整體的數字 來進行公開 我想這個是在 外國也沒有的制度 那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制度 已經運作兩次 看起來 它的這個 不管它的技術面 樣本素 各方面 都有 蠻大的 進展 我們相信說 持續下來 加上司法院 能夠把 全面平和以後的資料 來 確實 注意 應該可以發揮它的功能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105年的 這個加上 單純兩個字 我們 瞭解當初並不是 施法院的提案 法律 法律見解 或者是包括這個 所謂的 事實寒涉 這個作為 評鑑的室友 這個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因為 即使是事實的寒涉 它也涉及到 法律的解釋 法律的解釋 它其實是非常 多元的複雜 譬如說我們 刑法271條說 殺人要處死刑等等 殺人 那兩個字很簡單 但是要構成271條的殺人 什麼才是殺 那就有很多要回到種子等等去討論 第二個是人 什麼才是這裡的人 血流上有非常多的分歧的見解 非常多分歧的見解 所以 所謂的事實的寒涉 其實就涉及到一個 法的適用的問題 那這個是屬於 憲法所保障 法官審判獨立 的範疇 所以我們是認為說 這兩個部分都應該 不要列入評鑑 那麼 法律見解不得 作為監察院 貪圖法官的理由 也經過大法官解釋過了 也非常明白解釋 法官適用法律的見解 那是不受監察院追究的 以上報告 好 謝謝 這個黃委 我們這條 我們沒有辦法討論 因為他這個 法律的明定 就不再討論 但是協商的時候 我們可以處理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 留到協商的時候 討論好不好 是沒有問題 但問題是說 到時候協商怎麼進行 然後協商 可以被討論 跟大家關心的狀況 不是很確定 因為今天兩個主管機關都在 我必須要老實講 我對於司法院 針對自己 剛剛所對於全面平和 所表示的立場跟態度 我非常的驚訝 我非常的驚訝 按照他們的說法是 全面平和 現在做的都很好 你們第二次去找中原院做 中原院那是幕僚單位 他是在現行的 法規範的架構之下 去幫你們做下面的home work 那最後怎麼做 還是在司法院那邊決定啊 是不是也請法務部 表示一下意見 你們針對法務部 兩次全面平和 你們自己針對那兩次 全面平和運作的狀況 是不是法務部也跟司法院一樣 感覺很好 感覺很好 嗨 君委 君委員報告 我們 這個層面平和 由那個人事處 來 來 處理 目前的運作 我們不敢說我們自己感覺良好 但是我們就是會盡力 去這個 盡量能夠 能夠做到一個切實的一個評鑑 對 我們三十條 就 主席 因為這個部分呢 其實牽涉到就是 這個我今天所提的這個法官法 為法官評鑑的整個一個制度性的一個改革的問題 因為這裡呢就是說對於 就是說法官的評鑑其實就是我們整個私改的一個重中之重 因為人民對於司法的信任度那麼的低 即使就是因為裡面有少數的不適任的法官 而這些不適任的法官呢一直沒有辦法汰換掉 或是沒有被發現或是即時的處理 以至於呢當媒體爆出來的時候 雖然它是非常的少數 可是呢大家的印象就會一直認為說 法官都是這樣子 檢察官都是這樣子 所以呢一直影響整個一個司法的威信 造成了人民對司法的一個不信任 因此在這裡呢就牽涉到說 我們怎麼樣能夠建立一個有效的法官 或是檢察官的一個評鑑制度 能夠讓好的法官給他更多的鼓勵 而對於這些的不適任的法官能夠即使 而且能夠迅速的讓他能夠汰換 那這樣子才能夠建立起這樣的一個威信 當然我們也知道說所有的專業最重要的就是自律 因此呢當然就是在法官的評鑑上面 當然我們設有所謂的職務的監督 所以職務的監督它其實是在自律的範圍 它應該在第一個時間就要把這個法官的這個評鑑呢 去把它做出來 但是呢我們發現說 可能因為他的職務的監督的這個自律 沒有做得很好沒有取信於民 以至於呢會有一個聲音就是說 當你自律做得不夠好 那就會變成要求踏率 所以雖然說我們現行的規定有所謂的法官的 當然有個案評鑑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因為個案評鑑我們這個幾年來發現呢 個案的評鑑其實是非常就是能夠真的送評鑑的其實非常的有限 所以呢當初設計的時候還有所謂的全面平和 當然全面平和原來也是屬於內部的一個機制 所謂內部的這個做全面的平和 然後做職務監督的一個參考 但是呢發現說全面平和好像也沒有發揮它的機制 當然在這裡我們必須要給司法院一個肯定 因為司法院在第二屆的時候的全面平和 就開始委託中研院 然後也做了一個更細膩的一些的設計 然後呢也去這個網羅式的去問法官檢察官律師 然後個案當事人等等 那當然上的回收有三成 那但是呢我們看到就第一方面它的全面平和 它因為依照法律的規定它是不需要公開的 那第二個呢就全面的平和 它也沒有連結這所謂的個案的評鑑 因此呢在這裡呢民間的團體呢 會希望把這個全面的平和 把它變成是全面的評鑑 那這個全面的評鑑就會希望是說 當然個案的評鑑是一個消極的 那全面的評鑑它是一個積極的 那全面的評鑑並不是說 所有的每一個法官都把它當作怎樣來看 而是說全面的平和去看看 哪些優良的法官 那應該呢給他鼓勵 那哪些呢是不適任的法官 就應該把他送個案評鑑 所以呢在這裡呢就是本席所提的這個版本裡面呢 就會有希望把這個個案評鑑呢 及這個加上一個全面的一個評鑑 那這個全面評鑑呢就會牽涉到 後面人力的問題 那以及呢到底這個整個一個全面評鑑 那這整個一個制度的一個設計 所以在這裡呢就會牽涉到說這個整個一個制度 到底要不要有一個全面的評鑑這樣的一個問題的東西 那另外呢這一條呢還牽涉到的 就是呢這個所謂的去 這個提出個案評鑑的那個時效的問題 那時效的問題在第一項 在第一款的地方呢 他把它規定說裁判確定後 或自第一審 係數日期於六年則未能裁判確定的案件 所以在這裡跟後面的36條的時效呢 會一直造成混淆 所以這個部分呢 當然我們希望說能夠把這個部分 能夠把它做為修正 那第三個呢也就是現在呢 外界呢一直在拼級呢本席的版本 認為說這個適用法律怎麼能夠 來做為法官的評鑑 那是不是要把黑手伸進去 那其實在這裡要澄清的 本席的版本也是指責法官 僅指責法官的適用法律的見解為誤的話 是不得交付個案評鑑 但是事實跟法律之間的含色錯誤 那什麼叫做事實跟法律之間的錯誤呢 那那個部分就是他非常明顯的 你事實的認定跟你圈內的證據的資料完全不符 或是呢你對爭點根本就是有所誤認 或是你根本就欠缺法條所規範的構成要件 法條沒有這樣構成要件 你自己施設構成要件 然後來做一個相反的一個認定等等 固然這個部分呢它的界線不是那麼的清楚 容易造成混淆 但是它不是不能夠討論的 所以呢本席把它提出來呢 就希望它能夠形成一個大家討論的空間 司法的獨立是我們絕對遵守的原則 這個沒有不容置疑也不用智慧 但是我們不希望說 假借著所謂的司法的一個獨立 然後呢對於這些的 當然在外我們也看到說 他們有所謂的如果說故意或重大過失 那你這樣去造成這個所謂 就是說你如果故意或重大過失 那去造成這個對裁判的這個問題的話 然後影響到人民的權利 那當然這個可以構成這個所謂的評鑑 那所以在這裡呢 就是說我們這文具怎麼樣去修改 但是我們對於這個部分呢 其實是也應該要去討論 所以在上一次通過的條文是講說 單純的法律見解不可以作為評鑑 那如果依托了所謂的法律見解其他的部分的話 那這個部分呢是可以作為評鑑 那當然這個部分我想需要更多的一個討論 所以呢這本席呢把它這個提出來 那固然這個呢在上一次已經通過了 但是呢我想剛剛主席提過說 這個部分可能就必須要到 寫上的時候再去提 但是因為這一條牽涉到我後面的每一條 就跟法官評鑑都會有連帶性 所以我不曉得說後面的是要怎麼處理 是要全部保留還是怎麼樣 謝謝 文會說明大家都很了解 這個我們議事的規定 這是法律規定的 那大家如果要在這個時候做提案說明 或者要做這個質詢啊 這個我也尊重啦 但是坦白講啊 我的期待是我們趕快把這個程序走完 這個不能討論了我們就不要討論了 討論也沒有用 你也不能做決議 你也不能改變 我們把它走完了 真正可以做決定的是在協商的會 我跟各位委員保證啊 我們在協商的時候這規格一定比照我們這個正式的這個委員會的會議 包括民主長跟兩位次長啊 都務必一定要到 那那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我們第一會期啊 4月9號通過的這個條文啊 已經做決議條文 在協商會議的時候病同再來討論 那我一定會讓各位有充分的發言時間 這個我跟各位做保證 不會急著啊 這個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啊 就把協商處理完 我們真正的要去處理的條文 是在協商會議才有辦法處理 你不讓我出委員會啊 不讓我交付協商啊 你們在說三天也沒效 就是不能處理的條文 你們在一直說也沒效啊 好嗎 黃委員不好意思啦 好 那對於主席才是要這樣處理 我沒什麼意見 那只是在委員會審查的時候 之前有很多 可能在司法院跟法務部 兩個最重要的主管機關要面對的問題 還有跟民間施改國事會議 不是民間施改啊 那是官方辦的 施改國事會議 兩者之間決議所做成的關係 這件事情一定要講清楚啊 那要不然的話 到時候過了一個法案的版本 跟施改國事會議的決議是有落差的 那這個責任到底是 市立法院要負 還是司法院以及法務部要負 那第二個部分 就算剛剛主席說30條按照議事規則 現在處於一個沒有辦法 討論的狀態 應該指的是說 針對前面通過的嘛 那這次不是有新的兩個版本 一個周春明委員的 一個油美女委員的 這我唸一次條文給各位聽 是 執政行政法第12條 議案於完成二讀前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狀態 是 我不用看第三項好了 法律案副委經逐條討論後 如果院會再為病案審查之交付時 審查會對已通過之條文 不再討論 就我們就不再討論 就是我們現在沒有完成 現在還在委員會 沒有處理 就上一次的那個版本 我瞭解主席講的都對 那 今天我們不是把所有不同的版本 全部都並按討論了嗎 那這個是新的法案嘛 那新的法案如果到委員會裡面來 因為前面有一個法案 法條一樣 曾經出委員會 沒有出委員會 那個還沒有出委員會喔 對對對齁 但是做決議沒有出委員會 那不管他 有沒有出委員會 當初做的決議是針對 那個時候的法案審議嘛 那這邊 現在提的都是後案跟新案 因為前面有一個法案審議 掛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的議事規則是 如果前面有一個法案審議 已經掛在那個地方 後面所有提的新案 在委員會裡面都不能夠討論審查 是這樣嗎 議事規則的解釋是這樣嗎 這個我們請 這個我們議事同仁跟各位做說明 OK 好 就是專委說明 跟委員報告 有關在座病案審查 是交付的時候 前面已經通過條文不再討論 如果 如果能夠討論前面條文 就是剛剛黃委員你說的 後來會造成一個情形 就是你心病的案子 你不用講理喔 前面討論過的那個條文啊 現在不是我們討論的標的 現在討論的標的 是後來新提的案子啊 可是他的條刺 因為我們議案的審議是按照提案的條刺在進行的 那如果說我們可以在針對以前的重新討論的時候 會造成一個狀況 如果一直有心案病進來 你的病案之後一直再回頭討論 那之前開的會議就是 在從議事的角度上面來講 他那個 不是啊你有心案進來 你還是要委員會排議程排審啊 如果委員會不排議程不排審的話 心案進來對前面已經OK的 根本不會產生什麼影響 現在我在講的啦 是 我並不是完全反對你的看法 我只是想把規則搞清楚 當一個A法條 前面曾經審議 做了在委員會裡面做了一個決定 那後面 那個法條有新的案子進來 然後主席也針對這個法案排審 那按照你剛剛講的那個規則 是不能夠討論 不能夠審議 那個是職權行政法12條的 你們規定 這個您說的意思這個是在於說 如果我們先前討論的已經出了委員會 是 你現在是新的案子 是 但是我們沒有出委員會 是 所以包括顧立雄委員的提案 這沒有出委員會啊 是 所以我們必須要受這個拘束 正好這個在我們在上次處理 有一個 蔡宇宇的提案 後來才進來的 我們已經先前有個討論過的 後來那個是什麼法 最近處理的 他後來有一個進來之後 我們也是 我們是在做一樣的 我們不能再做處理的 狀況是一樣的 所以 所以 如果 我們在4月9號那些處理的法官法的條文 已經出委員會 那您講的沒有錯 那就是新的案子 那現在沒有 他在委員會他沒有出去 那個第一會期的案子 怎麼會拖到現在 三個案子 怎麼會拖到現在沒出委員會 我純粹是毫無期 是是是 因為這個規則的運作 我必須要講是 蠻 蠻形式化 而且 僵固到說 我第一個會期已經OK的 那我只要不送出委員會 我接下來可以用那個條文 鎖7個會期 你送什麼新案再進來 通通都不要再討論 因為 因為齁 那個時候做了決議 是 那那個時候的宣告是 另外定期再討論 但是因為做了決議 除非是提複議 但是已經過了複議期 所以你沒有 沒有任何的救濟手段了 沒有 我現在想要理解的事情是 當初 沒有送出委員會是 因為第一會期 做一個決議說 另外定期討論嘛 那我們後來事實上 都一直在 沒有在排另外 所謂的定期討論嘛 所以才會演變成 今天這樣的結果嘛 我這樣理解對嗎 沒錯 好沒有關係喔 那個 最後30條 我只講兩件事情啦 那其他的就尊重主席的才識 因為主席也承諾大家 到時候 所謂進行協商的規格 會是像在委員會審查的規格 一樣 第一個是我 對於監督淘汰不適任的法官跟檢察官 在整個方向上面 我絕對是贊成的 但是我必須要說齁 事實跟法律 彼此之間的寒色的問題 把它拿來評鑑的對象 這個我絕對不贊成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這樣子搞的 這件事情我絕對不贊成 但是除了這個以外 可能在下一次協商的時候 我會希望司法院跟法務部 你們自己 針對自己全面平和 你們現在自貧啊 這兩個制度搞了這六年下來 你們自己的感覺 跟這個季度 如果要再繼續花納稅人的錢 按照現在的狀況走下去 要怎麼樣說服社會大眾 要怎麼樣說服社會大眾 我的觀點啊 我不客氣講啦 過去這六年做了四次全面平和 浪費大家的勞力時間費用 產出了積極效益趨近於零 這個是我的評價 那當然我的評價公平不公平 必須要接受社會的評價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在這一次的法官法修正當中 我們的司法院跟法務部 是不是跟以前的司法院跟法務部一樣 全面平和還是維持限制 繼續這樣搞不下去 我誠懇的建議啊 慎重考慮清楚 好 謝謝 我們現在進行到 三十一條 三條就照前於第一會期 本會第四十一次會議決議通過 三十一條 剛才有委員是說 周委員 謝謝主席齁 那我想我這一次 應該這個條算正式發言了齁 那其實今天大家在討論這個法官法 有關於說這個不適任法官的退場機制 我想第一個就是說 大概這個範圍啦 申請評鑑的室友 那當然就是剛剛三十條 之前我們已經做過會議的結論 那在當時應該是委員在 在上任之初大家關心這些法案 那當時司法院並沒有一個正式的提案版本 那現在整個這兩三年大家討論的也很多 所以這次很多的委員也提出來一些相關的修正草案 那範圍討論的事項也很廣 所以就如同尤委員剛剛講的 其實很多的討論都是會有連帶性的啦 那現在這個三十一條是全面平和 那尤委員他提案的版本是全面評鑑 那想見的就是說 第一個我們大家先來釐清 平和跟評鑑之間這個的差別 那我的修正的重點 在三十一條修正的重點 主要是說到底要不要公開啦齁 那這個到底要不要公開其實還是牽著到就是說 我們今天來做這個機制的一個修正 做這樣一個機制的改善 到底我們去評估到底能夠達到多少的成效 那其實還是會回到原來 比如說那今天這個法律 這個法律見解跟這個事實 法律見解的問題 那現在就是說社會上或者是媒體 大家對法官的不信任 或者是對司法官的一個不信任 也是大部分都是從個案來的 大家我們很清楚去劃定一個說 你這個法律的意見 是不能夠作為這個評鑑的一個標的 這個我想大家都是贊成 只是說這個落差之間 跟你要去達到一個改善 這個不適任的法官 或者是說我們要淘汰不適任的法官 跟這個機制之間 還是有很大很大的一個空間 我們今天為什麼這麼多的委員提這個版本 那到底是說我們的界線要畫在哪裡 我們能夠達到的功效 達到的目的 達到的效能在哪裡 那所以就是說這個全面平和 全面評鑑 要不要公開 要不要不公開 或者是說這個評鑑的標的 我想這個整包都是包在一起的 那所以這個部分 31條雖然是討論說要不要公開 那這個部分其實就是緩緩相扣 大家在討論法官法的時候 相關的一些制度相關的規定 要不要修正 要不要做 這個標準要砍在哪裡 其實是緩緩相扣 那司法院是堅決反對說 這個全面平和的這個公開 但是顯然就是說 跟大部分的委員的意見 還是不盡相同 那是不是請司法院就這個部分 再來明確說明一下 好請司法院 這個首先我要特別說明 就如同剛剛有委員提到的 這個法官的裁判 被詬病被批評是極少數 不是任法官極少數 好 那我們全國每一年 進法院的案件 大大小小 將近三百萬件 三百萬件 好 那當然有一些判決下來以後 社會會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不同意見 但是 我們客觀來檢視 這些案件其實是非常少數 那麼為了處理這個極少數的 如同有委員提到 極少數的 不適任的 不敬業的 能力欠加的法官 我們動用大批的行政資源 去對於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沒有問題的法官 來進行考核 這個當然會很浪費啊 中研院的回收單裡面 也有百分之九十的 受訪的民眾 認為法官的裁判 佳或極佳嘛 所以 我們認為 行政的 資源的運用 要 恰如其分 所以這次司法院 可以講說 特別呢 在個案評鑑裡面 來開放給當事人去申請 那麼 我們可以想見 審判獨立是各國所追求的嘛 沒有一個國家像台灣這樣子 用盡各種方法來 採取對於法官不信任的態度 沒有一個國家 沒有一個國家 我們呢 當然我們目前的司法的信賴是 不夠 那我們要有很多方面去 努力 要去處理 所以 剛剛 有的人特別提到要進行全面的評鑑 司法院是不贊同的 那麼 因為在目前的制度下 對於法官的考核 每個案件從收案開始 他的案件進行的程度 都在管制內 全部都管制 我也相信在 所有國家公務體系裡面 對案件處理的管制的程度 最綿密的 大概就是法官跟檢察官這部分 那個案的問題 我們認為應該是說 不適任的法官 我們就積極淘汰 對認真的 負責的 法官 我們盡量不要去干擾他 不要去干擾他 譬如說以這個訴訟指揮來看 什麼樣的情況訴訟指揮才是恰當的 不是說一定 法官都不表達任何的意見 那這樣我們訴訟法上面 闡明就沒有意義了 所以法官要適度的跟當事人 解明這個案件的問題點在哪裡 那這樣的解明 有些當事人他會覺得說 你說偏頒他 偏頒這個 偏頒那個 等等會有不同的觀點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對於法官的 進行的 平衡 要很仔細 一定要不能夠 讓法官有所顧慮 在進行審理案件 審判的時候 怕這個怕那個 一定要讓他完全沒有前瞻後顧 等於他的學識經驗良知去審判 這是非常核心的一環 目前的全面平衡制度 因為各界的要求 我們已經辦了兩年 我剛才特別報告 雖然這個辦了兩次 但是從兩次來看 顯然已經有大幅的進展 那麼對於一個國家 監督司法的機制來看 我覺得已經走上一條正確的道路 有一些不足 有一些不足 或者是甚至有點瑕疵的地方 我們就這樣來微調就可以 我們不要為了極少數不適任的法官 在個別案件的突垂的表現 把絕大部分法官都拉進來 這個既不經濟對司法也沒有幫忙 也沒有幫忙 所以特別要跟各位委員 特別來報告的一個地方 好 黃委員 秘書長你講了半天 抽象的理念我都支持啊 我們現在在討論的是 在落實到具體上面 是不是能夠貫徹嗎 要不然每次我在 在社會法治委員會裡面 我都不喜歡講抽象的東西 道理就在這裡啊 就把具體的案子直接拉出來啊 拉出來以後 有的時候你們坐在這邊也是說啊 這個要檢討 然後回去會檢討 那是不是有檢討 當然就是立法院 接下來監督實質的對象 但是我們依法案 論法案還是回到這個地方啊 就是說 剛剛 在討論的問題是說 那個全面平和喔 我現在腦袋裡面 大概有幾個 可能的模型啊 第一 就看司法院的立場到底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維持限制 通通都被要動 第二個是維持限制 但是最起碼平和的結果公開 那第三個是 做這個平和其實 也沒什麼效果 那反而造成了一堆paperwork 然後讓全體的法官跟檢察官 造成勞力時間費用 不必要的浪費 審判工作已經很重了 然後把全面平和乾脆廢了 那第四個 既然要做 就做得深入一點 然後 呃 改向有一些委員 現在提出來的 從全面平和到全面平見 這樣子的方向邁進 我覺得基本上面 大概就四個 這四個 可 可能性啊 那 現在司法院跟法務部的立場 是不是 傾向維持現狀 我再確定一次 是不是這樣 那 那針對剛剛所討論問題的核心 那如果是維持現狀的平和 那把它公開 還 是不是覺得還是 不適合 跟委員報告 我們 基本上維持限制 然後 剛剛委員提到就是 經過這樣子 大規模的篩選下來 有問題的 我們加強 監督 除了他評鑑那個 就是 平和人表示那個案件 以外 相關的案件 我們加強行政的監督 讓他 這個我想 絕對 要做得到 一定要做得到 那至於公開的部分 我剛剛也提到就是說 因為有些涉及到 個人的問題 個人問題就是說 除非 除非這個案子 經過平和以後 因為平和就是問 當事人 律師 他的意見 他說這個 這個法官怎樣怎樣怎樣 好或不好等等 那除非你這個案子經過 司法院 來經過調查 他講的確實是如此 好 那我們該 送平鑑該懲戒 該怎麼樣 那個已經具體的事實了 不然其他的平和 那是 那是很傷的 那是很傷的 隨便一個當事人講說 這個法官開庭 這個裁判不公 都對我不力 你這樣就把這個法官公開 這個司法就崩潰了 就崩潰了 所以 在全面平和 因為 現在已經做兩次 我覺得 可以繼續維持 但是把這個 可能公開的部分 看周委員 有一些修正 盡量在不違及 審判獨立的範圍內公開 然後 涉及個案的 法官的 我們一方面 把這個 平和的這個結果 再加以落實 該怎麼樣處理 就怎麼樣處理 我覺得這個是在 穩健中 又有進步的一個做法 好請周委員 然後優委員 好 謝謝主席 我想 基本上 我當然是認同 大部分 絕大多數 百分之九十或九十五 沉默的 認真的法官 這個部分 我們應該是要維持他一個 很友善的一個工作的審判環境 那現在就是說 大家對 平和 評鑑還有這個公開的範圍 方式 這單部分是司法院來 我的修正的方向 也是司法院來定嘛 就如同說 剛剛 牛長回覆的 那今天你們調查的一個結果 平和的結果 是有百分之九十以上 大家對這些法官 或者是這些審判是滿意的 那這個部分 難道不能夠公開嗎 現在就是說 大家對於全面平和 到底是公開的方式 範圍這個部分 我們原來的條文是不公開嘛 那現在是說 這個部分應該還是 做一個適當的公開 那授權的 這個公開的方式跟範圍 是授權司法院來定制 覺得這個方向上 應該是 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 那這個部分 我當然也同意 贊成就是說 我們要保持一個 大部分法官 維持他一個 他可以很 很友善 很認真 很專心的去的 去的一個 工作的審判環境嘛 他不用去擔心 他隨時會被 怎麼樣 被說什麼 然後去影響他 必須要全神灌注的 一個審判環境 這個我都認同 只是說 這零與一之間 我們應該是 還有很多一個 可以努力的空間啦 是 那優遠 因為這一條 我的部分是牽涉到 前面的這個 所謂的全面平鑑的這個問題 那當然全面平鑑 其實就是希望能夠導入 更專業的方式的 因為我們也知道說 像說在一般的企業界 其實也都有各種 非常的 細膩的這些的 評鑑的方式 那當然就是說 好 如果說不採全面平鑑 那全面平和的 公開的這個部分 其實這裡就牽涉到說 要公開什麼 它的內容是什麼 因為事實上呢 就像你們這次委託 這個中研院的這個 所謂的全面的平和 其實裡面有提到說 欸 哪些法官呢 是非常的棒 那這些的棒呢 他怎麼樣棒 人民對他的稱讚是什麼 事實上呢 說實在的 每一個認真的法官 他都在他自己的崗位上 非常的埋頭苦幹 他並不知道別人在做什麼 所以呢 很遺憾的 我每次看到說 當我們有所改革的時候 通常都是優秀的法官站出來 告訴大家說 我這麼認真的 你還要對我評鑑 你還要對我評額 你干涉我的審判 讓我沒有時間去做 好好審判的工作 可是事實上 他並不知道 在他的重彩裡面 有一些非常 不適任的法官 他是怎麼樣去侵害 人民權利的 他聯想都沒有辦法想到 因為在他的世界裡面 他是非常盡忠職守 他是非常敬業 他是非常棒的優秀的法官 可是今天 當我們要去處理這些不適任的法官的時候 是這些優秀的法官跳出來 那些不適任的法官 就躲在他們的後面不吭聲 然後呢 這個就跟我們當年在處理校園性騷擾的時候 我們在處理學校裡面的那些的狼師 所有的優良的這些被憑藉優秀的這些教師 全部站出來 說以後我絕對不收的女學生女助理 否則的話 我跟他談話 我要在野嶺大道上談話 可是他不知道說 那些惡劣的那些的糧食 是怎麼樣去剝奪學生的受教權 怎麼樣去欺負這些的女學生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就說當全面平和 所謂的公開 不是去說 今天哪一個法官說了什麼話做什麼 不是去公開這個內容 而是去公開說 我們今天評鑑 平和的結果 譬如說 哪些法官 百分之多少的法官 他們得到人民非常的肯定 那這些的肯定的這些 包括什麼對不對 包括他的認識用法 非常的認真 或是他非常敬業 或是他非常的貼心 或是他非常的注重人權 有人權概念什麼等等 讓其他的 有所不足的法官說 哦 原來 人家的好的優秀的法官 是這樣做的 所以呢 見嫌思期 否則的話 每一個人都在自己封閉的世界裡面 埋頭苦幹 不曉得說別人是在做什麼 那對於那些不良的 這些不適任的這些的法官 在這個平和裡面 你要公佈名字也可以 你不公佈名字也可以說 好今天呢 這根據這個統計出來的結果 集中在哪些百分之幾的人 這些人的惡劣的行徑 包括什麼 把這些惡劣的行徑寫出來 我不相信 所有這些優秀的法官 看到這些劣質的這些的 惡劣的這些行徑 他會去 體諒這些的同仁說 哎呀那些是假的 哎呀他們不應該是這樣子 我相信他們一定同仇題概說 這些不適任的法官 就應該把他拆換掉 所以呢 事實上呢 所謂的 平和的結果的公告的內容 就看你們要公告什麼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授權給司法院去決定 而不是說 所謂的平和的內容 的這個結果公告 就是要把 什麼人講什麼話怎麼樣 然後個別只要一個人講錯一句話 他就被被在那裡 這好像鞭視一樣 沒有人要這樣子 我們知道整個司法環境的惡劣 對所有這些優良的法官 真的對他們是不公平的 他們這個案行勞毒 然後呢非常的敬業 但是他們受到的掌聲很少 因為當媒體報導的一定是 打康的案件 他絕對不會去報導說 哪個法官做了怎麼樣好的判決 應該鼓勵應該給他掌聲 絕對不會有的 所以當你平和的時候 其實就是把這些優良的範例也公告出來 讓其他人看到說 欸法官可以做到這種 就像說我們在以前在家事法院的時候 我們看到家事法院的法官 他如何去連結資源 如何去協助這些 對不對 家庭師呢 失去功能的這些的受刑人 或是這些的孩子 走入歧途的孩子 怎麼樣去幫忙 他那麼重建自尊 對不對 怎麼樣連結社會資源 我相信很多的法官 可能連顯都沒有想到 他就會說我法官只是判決 我幹嘛去做這麼多的事情 但是當他看到這個時候 大家都會有見顯私起的 這樣的一個心意 所以就能夠讓這些好的法官更好 就像說在我們立法院 雖然說這個所謂的公督們的評鑑 很多的立委也把他罵到不行 但是你會看到當選舉的時候 所有的人都會去說 我是經過公督們評鑑優良的立委 那公督們在評鑑他所公告的東西 當然他是前面的百分比優秀的法官 但優秀的立委帶觀察立委 但是他也會把他的事蹟 他怎麼樣優秀 他做了什麼 這些會一併的公告出來 讓大家知道說 一個好的立委應該做什麼 所以以前我們甚至委員會 連開會可能都開不成的 現在出息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幾 那我想這個就是一個良性的一個互動 所以事實上大家並不需要 那麼的恐懼說 平和或評鑑 就是要把所有的人都當成壞人來看待 其實不是的 我們只希望是說 對好的這些的法官 優良的法官 應該給他鼓勵 讓大家能夠見人私情 也能夠讓社會知道 我們的法官有這麼多的優秀的法官 請大家不要都只是把焦點 都放在 聚焦在那些 不是任的少數的這些的法官或是檢察官 那我覺得這樣子才能夠真的去提升我們的一個 司法的一個威信 所以我這一條呢 也希望就是一樣是保留 因為它是屬於 我這個是全面平均的 謝謝 對不起我最後再確定一次喔 就是 所以司法院均對我剛剛所問的那四個立場 目前所採取的立場 是不是就是 就是 維持限制 但是考慮 針對全面平和的結果 適度的公開內容 我有沒有理解錯誤 那 第二個我提一個比較大膽的啦 其實如果這樣 我就要考慮 你要不要把全面平和 乾脆全廢了 浪費那麼多勞力時間費用 搞了兩次以後什麼也都沒有 乾脆把那些資源 看要不要調過去 強化個案評鑑 充實那個 就是說 等於是說 你在個案評鑑上面 齁 就是 增加他的那個深入的程度 充實的程度 把事情搞好 那 我現在都不想抽象的 我最近 問過秘書長就兩個案子 第一個案子 那個貪污的女檢察官 那個職務法庭可以案件 稅了七八年 然後結果每個月還讓他們領甘心 我是憤怒到不得了 秘書長答應說我要檢討 那問題是 檢討到什麼地方去 那第二個是 上個月我問的 那麼台北地院有一個法官 自己不認真看見 還誤指檢察官說塞證物 這個不是人民憤怒啊 這個是自己法界同儕都在憤怒耶 基層法官跟檢察官 罵聲一片啊 說我們的司法院跟台北地院 到底要包庇到什麼時候啊 大家都在要求啊 出來要給交代 那是不是要送個案評鑑 那這個問題我從四月問啊 你們不斷的閃躲啊 閃躲到昨天還繼續在騙我 那沒有關係啊 那個下次尋答的時候 我在真槍實彈的問啊 那那個 法務部你們要不要表達一下 你們的看法 也是跟司法院一樣嗎 就維持限制 但是可以考慮就 平和的結果 適度公開 是的 是的 我們是跟這個秘書長剛剛所表示的這個方向 不好意思 我雞婆問一下 你們辦一次全面平和花多少錢 所以 調動的人力物力最後到底花多少錢 因為我老實講啦 如果不做全面平 如果沒有要做全面評鑑 要維持限制的全面平和的話 我是真的對這個制度的信心啊 就是你花那麼多勞力時間費用 調動整個系統的人 大家辦案子辦的忙了半天 結果搞出來也是這個樣子 啊乾脆不要搞啦 你們現在有數字嗎 跟主席還有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的預算比較拮据 所以我們都自己人事處 就是來處理而已 所以我們的預算很有限 那數字花多少錢 多少錢那個詳細我們要問人事處 那就這個 黃偉這個反正這個條條會保留 我們請問誰 沒有額外花錢啊 蛤沒有額外 沒有額外花錢 就人事單位來處理 沒有另外編預算 沒有沒有 但是還是會花錢啊 只是 有啦還是有但是就是有限啊 好 那司法院呢 第一個問題就全面平和這個部分 兩部分 第一個是委託中央研究院 那個是100萬以下 但是因為他 收集回來的資料 透過我們資訊處來分析 那個就是我們既有的設備啦 那大概100萬以下 不過金額應該也不會很低 第二個齁 就這一點來看啦 我真的非常佩服這個 黃國昌委員 政治左肩 因為我們花很多時間喔 去做那一些大部分是沒有問題的法官 我贊成把這個資源 花在有問題的法官好好的查 徹底的查 其他人很安心的努力的工作 不過呢 這個當然要看大院這邊修法的情況 所以我剛剛才會說 在目前因為全面平和 好像大家都覺得是解救司法信賴的萬鈴丹嘛 那我們做過兩次 我們不妨再做看看 做看看 那如果要做 剛剛那個周委員的這個版本 還有其實優委委員他也認為說 全面平和的公開也不一定要全面啦 不過因為現行法是全面不得公開啦 所以就造成我們在做以上一些困難 所以適度的調整喔 我們是贊成 那黃委員提到這個 提到這個 台北地方法院這個法官這個個案的問題 我很簡料 我們沒有騙他啦 上一次委員會質詢 我們這邊離開 隔天就發文給台北地院去調查 因為那裡面有涉及到律師 那要約他來做訪談紀錄啦 這個司法院是非常積極在處理這一塊啦 這個所有都有公平往返 這樣簡單報告 好我們31條就先保留 優委員要保留嘛對不對 好 32條 32條 優委員的提案您也是要保留嘛對不對 對 應該我們把績效評比把它改成績效評好 然後把績片內容寫清楚 33條要照前於第一會期本會第41次會議決議通過 對 我們協商再來處理 中委員 中委員之後再黃委員 OK 第一次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是在105年 因為剛好不在本委員會齁 我只是對於上一次通過的33條的第一項 因為之前的懸答的時候 我有特別提出來對於委員會的一個任期 是不是可以採取交錯制 因為如果是因為交錯制的話 最起碼可以有利於經驗上的一個傳承 因為你一個委員會一成立就是兩年 然後連任再兩年 下來如果說是如果委員會如果假設性是八個或九個 那九個一起下 九個一起上 是這樣 那如果交錯制的話 是不是會比現有的 法條條文會來得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是建議那個文字上 是不是可以採交錯制的方式去做處理 以上說明 好等一下等黃委員提問之後再一併回答請 黃委員 上一次很久以前 通過林維州的提案 那 林維州的這個提案的內容 在數字上面跟你們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就是學者公正人士 六個人啊 來家裡組成 那我必須要講喔 就是說 那六個人啊 你們那個圈選的方式 等一下會規範再下一條 現在有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是說 評券委員裡面如果有律師的話 那那個律師喔 跟被評鑑的對象 很有可能是他過去 或是未來 在法庭上面 會碰到的人 那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這個議題其實斯改國事會議的時候 也有提出來被討論 而且提出來的 還不是法官檢察官提出來 是律師同業自己提出來 說這個問題對他們來就是相當的嚴重 因為 你有一個律師是嘛 另外一個律師不是嘛 可能另外一個律師從訴訟上面 公平的攻擊防禦的觀點來講 我是不曉得到底具體發生了什麼事啦 但是人家一定是不滿到一個程度 才會把他正式的提案 要求討論嘛 所以司法院現在針對這件事情在處理 你們唯一有做的是 就是現任三年受評鑑的案子 如果之前有的話 然後這個評鑑委員他自己要回避 那時間要不要 第一個時間要不要再拉長一點 那第二個事情是相反的齁 我反過來是 你們是以現在這個 在評鑑委員會處理當作基準時點嗎 齁 就是之前的 這個評鑑委員要回避 那之後的呢 所謂之後的就是我評鑑做完了嘛 我評鑑做完了 可能我之前都沒有碰過這個法官啊 我評鑑做完了以後 我之後會碰到這個法官啊 那之後的你們認為 有沒有必要要配套處理 在法庭活動的回避上 應該聽得懂我的意思啦 因為這個事情 蠻具體的啦 那還是你們又打算要躲到抽象條款去 所謂抽象條款什麼 有其他主任足以實權偏頗的事宜 這樣躲到抽象條款去 可以解決問題嗎 足夠嗎 請說明 第一個中委員提到就是任期交錯 因為現在算任期兩年齁 不過實際上因為有些並沒有 並沒有續任啦 所以實際上是交錯的啦 那當然因為它的來源是很多元齁 所以我們在法條上面要交錯的話 變得一個複雜的條文 變得非常複雜 因為現行實際上就是交錯啦 有人他認滿一年後 不滿一年他就離開了 補了以後就會交錯 這第一個 第二個問題就是剛剛方委員 特別提到那個迴避條款 這個其實正彰顯對法官的評鑑 是一件非常嚴重 非常嚴肅啦 不是嚴重 非常嚴肅的事情 不應該讓法官在法庭上 受到任何風吹草動的 案件外的任何的影響 所以我們在這次裡面有設計 設計了一個評鑑委員的迴避 讓他更細部化 至於說方委員提到了這個 評鑑完了以後還要不要再迴避 這個 看看這個律法上要規定 可能律師界會有意見 好了 因為你評鑑這個法官 以後將來他在個案 他不能 你的意思是不能當律師嗎 還是怎樣 不是啦 是法官自己要迴避 怎麼會是不能當律師咧 就是這個法官被某個 A法官被B法官 B法官 B律師評鑑 然後B律師接受客戶委任 然後到法庭上面賀蘭發現說 那個法官 就是上次被我要移送監察院彈劾的那一個 你懂我的意思 我必須要老實講 就是說 這個事情 是不是真的存在 以及程度到底有多嚴重 我知道了以後 我是很嚴肅在看待 那也有非法律界的人 曾經來跟我具體抱怨過一些個案 但是我的個性就是沒有 沒有罪證確鑿或是沒有確實的證據 我不會隨便拿出來講 我現在啦 我可以直接跟秘書長講 我現在還在進行調光碟 調光碟的程序 好 但這都不重要 重要是在制度面上面 第一個事情是說 除了法官自己本身的群體之外 因為 美國的法官 他們那個judicial council或judicial conference 是全部都法官 組成沒我們 這麼多元 我必須要講實話 全部 都法官 好 那但是在我國的情況上面 可能全部都法官 大家對這件事情 是會有一些 顧忌的嘛 那第一個 你要不然就把回避的制度給做好 那第二個是 那如果 評鑑委員會裡面 除了法官以外 我們外面 全部來自於說 也有一些聲音啦 說法律人比例太高啦 不要都是法律人 那如果都沒有律師 全部都是社會公正人 今天全聯會的代表有來嗎 全聯會支持嗎 就是說包括 呃 因為這也是你們會員提出來的反應啦 對 啊是迴避還是乾脆不要有律師 全聯會的立場是什麼 也是 也可以讓我們知道一下 你怎麼有沒有發言 被評鑑那個法官後來 那個拿麥克風滑 不好意思 以前是評鑑他 好 謝謝大家給機會來發表啦 對於這個評鑑制度 我們全聯會認為 律師還是要參與 但是律師的參與 我們認為當然要有迴避制度 這個 迴避制度當然 委員剛剛講到了 所以說你 呃這個 我知道你的意思啦 我把你評了以後 你是法官 我評了你 下一次我被 客戶委託了以後 我遇到你 那對我當成到時有利還是不利 大概你講的是這個啦 那這個 這個 這個部分是不是說 變成是 法官要不要迴避 還是這個律師要不要接這個案子 這是一個另外一個討論的問題 您的看法是 我的看法是 當然 這個我們法律的迴避 在民事司法和刑事司法它的規定一定的迴避制度啦 那個是 歸到那個制度上來 如果以那個制度上來看 它的迴避並沒有包括這個 是沒有包括到這個 所以這個就變成說在 要不要在這個法律師法上的規定 欸這法官好 這裡面呢 再另設一個迴避的制度 這這是一個 當然尊重大院的這個意見啦 那對於我個人來講 我如果 我以我律師來講 這個法官我把它送評見 那這個案子如果說來的是他 我可能就不會接 因為對我當事人可能會有一些譜逆 我坦白講 我會認為 因為這是人性啦 為什麼法官要有迴避制度 法官為什麼一定的親屬 一定的關係呢 他就要迴避 因為人遇到自己的有關係的案件 他就會有情緒 那如果不是自己有關係 當然就不會有情緒嘛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在我律師的個人立場是這樣 那如果法官迴避呢 回歸到民事行事述動法 這種情形之下 除非說有另外一個立法 不能好像 沒辦法解決 我的看法是這樣 謝謝 來請終於彭委員 我請教一個相對技術一點的問題 就是說第三條裡面的這個第二款 我第一次看到有八清等這樣的法律文字 他剛才問一下 大概也沒有人可以回答 八清等大概是互相怎麼稱呼啊 大概如果從演化的主譜戲來看的話 人類跟蜥蜴的距離大概是八清等啦 那我就說這會不會太嚴格 因為如果你看到這一條的 當初的那個通過的版本的話 大概最後一項就是前項決議不得聲明不服嘛 也就是說你後來找到說這個有八清等了 真的不知道是誰人被人家舉出來了 那你決議之後還不能不服 這樣會不會在這個 這一款裡面定義的太嚴格 所以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如果照之前什麼人際關係 什麼六度空間理論的話 找六個就找到人啊 這八清等大概所有的人 大概一網打盡了吧 會不會有這個疑慮 是這個八清等是目前民事訴訟迴避的清等 大概就是曾祖父 同一個曾祖父就是八清等 上下 上四個下四個 上四個 對 上三下五 上五下三個 對 上去到這個 不管上下怎麼調整 這個有必要迴避到這個地步嗎 而且真的有發生過 真的是發現這是八清等的 的親戚嗎 實務上有沒有發生過 不然的話其實如果你是 對評鑑委員會的委員 可以擔任到這個職務的人 其實也變 人選沒有多到說你也可以親採鏡耶 他一定有相當的分量嘛 所以我對這個迴避我有 寫下去大概也不太會被發生 發生這個要被 因為七清等八清等 然後要被迴避的狀況 但是寫這麼嚴有必要嗎 這跟委員報告啦 八清等要看 什麼情況 如果在 比較大家庭的齁 就是 家庭大家庭 大家都住在一起的 其實八清等 還算很近喔 他可能就住你隔壁 房間而已 大家庭啦 你們覺得可行 我沒有意見 我只是覺得說 跨著八清等覺得 非常遙遠啦 我們上一次 決議的那個 33條條文 是准用行政數用法迴避的規定 沒有做 沒有定八清 沒有明定八清等 他也是八清等 也是八清等 好啦 我們33條 第一位已經做過決議了 我們還是 主席 這個部分 我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剛才那個迴避的規定 八清等那個部分 那個跟主席 還跟委員報告一下齁 其實這個部分 我們現行法齁 33條第二項 他有關於那個 平靜委員的迴避呢 他是准用行 行政訴訟法 有關於法官迴避的規定啊 那因為 行政訴訟法中 關於法官的迴避呢 他又再准用一次 明示訴訟法的規定 那所以這樣子看起來在操作的時候 大家覺得這太抽象了 那所以 我們這一次的那個修法 並沒有變更實質內容 並沒有就是在去創設一個 迴避自由 而是把 現行的明示訴訟法 到底規定了什麼 在這邊把它明白了規定 好 好 33 來 許友人 我這裡要補充說明一下齁 因為這個部分也是外面 這個很多的團體在拼集的 就是說為什麼我的版本呢 會把這個所謂的法律人的這個人數把它降下來 然後希望能夠讓非法律人的人數呢 能夠比較多 那多呢其實事實上就是差一個人而已 那其實這罪禮呢 這就是比較是說 對於評鑑的這一塊 其實我們都會有所謂的同溫層 那都是法律人的話 大家在看事情 其實真的是 會見解非常的一致 可是為什麼會 就是說我們通常一直覺得說 我司法已經做得很好非常努力了 可是為什麼跟人民的這個感情的落差會那麼的大 就是因為我們都處在一個同溫層裡面 包括一些的用語 包括一些的見解等等 其實都是真的都是非常的類似雷同 所以呢 那以至於我們很多的這個判決 判決出來的結果 會被人民拼擊 那甚至罵說恐龍法官或是恐龍檢察官 那就是因為我們都在同溫層裡面 所以呢 為了讓更多元 那不同的生命經驗會有各種不同的體會 就像我們看最近有幾件 這個也被 這個大家拿出來批評的 就像說這些外勞的 性侵的這些的案件 結果呢 這個檢察官會講說 那你為什麼不會把他陰莖咬斷 然後呢 把他送評鑑 評鑑就說 這表示呢 這個當事人呢 非常信任 你才肯把陰莖放到你的嘴巴裡面去 那像這種 法律人可能會覺得說 欸我就依照法律判決啊 但是在一般的人民會覺得說 你肯把他敗掉 所以呢 在這裡我們就希望是說 在這個評鑑的時候 能夠有不同的生命經驗 更多元的能夠來進來 所以在這裡才會把它定為說 希望能夠就是外部的這些的 就是非法律人能夠比法律人多 那其實是多一個人 那另外呢 這些的非法律人的來源是什麼 所以我們裡面寫的就是說 司法改革 人權公益弱勢等等 這些的議題的非法律的學者 是外面在批評說 是在為特定團體 在這所謂的幫他的這個 尋求職位或是等等 事實上我們覺得說這是一種誤會 因為司改團體裡面大部分都是法律人 我們這裡所限定的是非法律人 所以其實在這裡是希望能夠 廣納不同生命經驗 他能夠在這個評鑑的時候 他能夠提供不同的意見 讓大家去思考去交流去討論 而不會做出一個全民華然這樣的一個 評鑑的結果 所以在這裡也順便說明 那另外在這裡會設專任委員 就是因為我們前面我們的設計是說 要全面評鑑 全面評鑑的話 事實上是要投入非常多的人力 以及呢包括說 你要這個整個一個評鑑的 你的問卷怎麼樣去設計你的專業什麼等等 所以才會說必須有人專職 而不是說現在的評鑑委員 其實都是這個所謂的 也不是兼職真的是開會的時候才去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大家沒有辦法 非常仔細認真的去思考說 我這個法官在全面評鑑的時候 我的指標要納什麼 那我應該怎麼樣評鑑要範圍要多廣 內容要多廣然後等等 所以才會希望是說 應該設立一個類似獨立機構的 有專任的這些的評鑑的委員 那裡面有評鑑的這些的人員 然後呢 他的當然就會有這個值等的問題等等 所以這裡面其實是一致的 那另外就牽涉到後面的 就你能夠申請評鑑的人 因為目前是要透過團體你才夠 就送評鑑 那將來呢 這不管是司法院的版本或是民間的版本 都開放給當事人 他能夠來申請評鑑 那我相信這樣的申請評鑑的案件 絕對暴增 那在暴增的情況之下 如果沒有專任的人員 那到底誰來處理 那這個呢 也會去壓垮這整個評鑑委員會 所以在這裡我想利用這樣一個機會呢 讓大家知道 我們為什麼要設所謂的專者的機構 為什麼要有專任的委員 那這個就是其實是因為 一方面要全面評鑑 一方面呢 要這個 讓這個 就是人民呢 能夠來直接的來申請評鑑 那他的人力呢 會 會暴增人力物力 所以才需要有一個 這樣的一個 專任的委員在這裡 那為什麼需要有 更多元的人進來 所以才會希望是說 非法律人能夠呢 超過一半 謝謝 謝謝我們第三條 照 第一會期本會 第四十一次會議決議通過 三十四條 也是一樣喔 三十四條也是 來請 周委員 周黃委員 謝謝主席 那三十四條之前在審查的時候也已經通過 那現在就是說有一個意見 我想今天 主要是在第二項的部分喔 不得擔任評鑑委員 他主要是把地院跟檢察署的首長都來排除 他不能擔任評鑑委員 那我想主要是說 是不是因為他是首長的關係 所以 他有相當的一個權利或權限 然後來當選這個評鑑委員 那現在第三款他的限制 就是 就各個律師公會的這個限制 他除了首長 現任理事長之外 副理事長 常務理事 秘書長 以及副秘書長 都排除 但是像律師公會跟首長 跟院方 跟檢方這邊的首長的這個位子 或者是說權限還是不太一樣 那是不是有必要就這個律師公會 再做這麼範圍的一個 第一個性質不同 第二個這個範圍又更擴大 因為畢竟 這些都是從事公益啦 公益的活動 那是不是要把這些幕僚單位 甚至相關的這個副的幕僚單位 都要一併排除 我覺得這個可能有一個考量的空間 那全聯會就這個部分 也正式的有做一個發表的聲明 那我在這邊做一個補充的一個詢問 嗨 好等一下等荒委員一併問完再回答 請荒委員 那個憑建委員啊 學者還有社會公正人士 然後有法務部律師公會 他們推舉送司法院院長臨聘 表面上是 是兩倍了 讓院長他可以選 但問題是從過去實踐的結果來講 我必須要說喔 那個院長主控的權力太大了 他在選這些委員的時候 從過去實踐的經驗是完全反映他 在這件事情上面 個人的風格 我講個人的好惡啊 可能用詞會太嚴重一點 個人的風格 那既然你看前面喔 你看法官人家都是票選 檢察官票選 連律師都票選 那真的有必要 要給司法院院長這麼大的權限嗎 那如果說社會公正人士的這個地方 那改由法官臨選委員會 他們去推 因為他本來就有外部的參與嘛 是一個比較民主嘛 多元的組合 那或者是說 我們還是維持 法務部跟律師公會 他們去推 那推完了以後 簽選的 不是交給司法院院長 簽選的就是交給 那個法官臨選委員會 那這樣子的修正方向 司法院會不會反對 請民主長一遍回答 是 這個 剛剛這個周委員提到就是說 把首長排除 最主要的理由是因為 首長呢 他可能是評鑑案件的發動者 所以 把他排除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律師幹部啊 要我們在草案裡面 理由是相同的 因為律師公會 也是一個評鑑案件的發動者 又發動者 那 黃委員特別提到的就是說 公正人事如何來 產生 那當然目前就是說 呃 嗯 市辦院長來 來推啦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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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們當然就架構上來看的話 只要能夠順利產生很適當的 很適當的領選 就是這個平縣委員 我想是否可以考慮 不一定院長圈 好 好 那就我們34條 還是照第一會期本會第41次會議決議通過 35條 照本會第41次會議決議通過 有有審過 35條審過 36條也一樣 也是審過 照41次會議決議通過 請各位往下 我們先休息 休息 那個主席不好意思 35條很重要 是不是可以等一下回來 還是可以問一下司法院 等您休息完以後 好 我們到11點半繼續開會 所以看起來這陸海形式上幾乎每一條通都要進入日安? 對啊 你講的那個交錯制跟我講的交錯制是不一樣的 你民政委員的權利正當 然後我不可能當個半年一年就離開 那個跟我所講的交錯制是不一樣的 交錯制是不一樣的 這個典選特殿任 以我們民政團體來講 有一個事實上的地方 小一節的沒有考慮 考慮三年 考慮三年 要考慮三年 就是要有限制進來 讓老的 兩年的時候 怎麼每半的人是這一年 然後下年是這樣子 再想一下 想一下看怎麼建構 我是想人說有人沒有聯任那就請 謝謝 我们继续开会 黄远宁刚才是说第35条 来 请说 那是不是可以请司法院提案 就是当然我知道好像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35条在这个委员会里面审查过 那不过我大概是可以确定的事情是说 上一次委员会审查通过的这一个条文 跟现在大家的要求 特别是施改国事会议 开完会以后所形成的决议 距离相当的遥远 那上次委员会所谓通过的条文 绝对不会是我们希望采取的版本 或者是接下来修正的方向 那正是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我要询问司法院 核心的是在你们35条 那个请求评鉴的主体上 因为 因为 刚初2011年的时候 在讨论法官法的时候 基本上我就反对把 接受评鉴的 就是可以去请求评鉴 开启的主体 去放在一些特定团体身上 你要开放 就是在美国法官的评鉴制度 因为司法权之公正行使本身 它牵涉到极高的公益性 那在请求的主体上面 本来就不应该有身份上面的限制 那施改国事会议 我大概看了他们整个讨论的过程 最后所形成的决议 那也是决议 要把请求评鉴的主体资格放宽 到一般的人民 那你们现在送来的反而是 放宽了一点 但是又没有真的放宽 把它限缩到 当事人跟犯罪的被害人 那就是除了这个以外 其他人都没有办法申请评鉴 那你如果说 今天着眼的是整个 司法权的公正行使 那譬如说我明明 我知道这个 这个检察官 这个检察长 他就在妨碍司法公正 在官说 然後可以 前面如列的那些主体 他们都不送 品鉴 那在这个案子里面 谁是当事人 谁是犯罪被害人 那你犯罪被害人的定义 是延续着刑法里面 要侵害到个人法医的人 才算是犯罪 你们在刑法或者 特别是刑罪里面 所定义的犯罪被害人吗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条文 你们到底是 是怎么形成的 怎么会 要放宽 要放宽 只放宽到一点点 那跟其他外国的立法力 也不太一样 请问一下 对于这个法官所进行的诉讼 指挥审理裁判有不符 在外国 确实是一般的人都可以 包括他的法庭外的行为不简单 都可以有一定的管道来申诉 像日本裁判官分宪法 德国职务法庭等等 但是他们是比较少说 可以直接进入 评鉴程序的主体 他们都透过首长 因为首长会有监督的职责 像德国职务法庭 原告就是院长 那日本裁判官分宪法 他就是向院长来陈述 那在目前台湾的现行的制度 我前面有报告过 对于法官 审判上审判外 认为不适当的意见表达的管道 台湾是最多 除了你可以向法院院长陈述以外 像监察院陈勤 认为有犯罪 可以到检察官去陈述之外 那么如果说在个案里面 也可以我们这次开放 还可以直接作为评鉴程序的主体 所以它的范围是比国外不低 国外都要经过院长筛选的比较多 比较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我们这里的犯罪被害人 当然 所谓的犯罪被害人 它只是一个法律上的名词 它的内容 可能在刑法 譬如说 附带名字输送的被害人 自诉案件的被害人 其他法律规定的被害人 可能因为它体系的不同 要符合那个法律体系的解释 那在我们这个法官评鉴的 这个体系里面 这个犯罪被害人 我初步这样理解 它毕竟跟刑事诉讼的 尤其是可以提起告诉的 这种犯罪被害人 可能不大一样 应该可以广一点 譬如侵害公益 但是是间接被害等等 那么我想 这个是将来 包括法官评件委员会 这个受理的时候 他们会在个案里面来处理 以上回应 谢谢 黄委員 秘书长我还是没有听懂 第一个事情是 斯改国事会里面的决议 就是要把主体放宽到人民 那你们为什么又献说 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 为了要反映我的第一个问题 实际上面现实存在 那当检察官检察长 他跑去做司法官说这样子的行为 那按照你法条的文字 你说你没有要按照刑法跟刑诉 来认定犯罪被害人 那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解释 如果有妨碍司法权制公正的行事 全体的国民都间接受害 都算你在这边所讲的犯罪被害人 这个事情要讲清楚啊 因为在立法历程上面 我们如果没有把这件事情讲清楚的话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去合理的预期 他的运作 如果我依照这个法条理解 这里的 譬如说妨碍司法公正 是不是全国的人都会受到被害 这样子 我对法条理解应该不是啦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一种直接的被害 譬如说生命身体受到威胁的这一些 当然是没有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 因为他犯了其他的犯罪 而比较具体说 譬如说他可能是一种伪造文书 里面的被害人 伪造文书是社会之罪嘛 那譬如说他是一个 诬告案件的被害人 那如果他这个法规 是完全是以保障抽象的公共利益 为目的的 应该就不是这里的被害人了 当然我们所有的法律 他都有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将来如何解释 是负责这个体系运作的人 来做解释 可能要经过个案慢慢来累积 至少我自己初步的理解 应该不包括 那如果不包括问题就出来了 这里面有很多管道我刚刚提到 一般人觉得说这个 司法官说影响司法公证 司法公证 那么他可以向他的行政監督的 首长来提 那我就讲不要讲这种抽象的东西 我们就具体的来检证嘛 那上次官说司法的那个检察长 是有谁把他送评鉴 有谁把他送评鉴 是啊 那并不是说除了这个评鉴以外 没有其他的管道可以追究责任 对嘛 那你还是要回到这个制度的核心嘛 当一个检察长去官说司法的时候 这件事情对于司法伤害不够重大 这不是应该法官或者是检察官 凭捐制度处理的事项 不是吗 不是吗 还是说啊 反正我们还有其他的刑事追诉 所以不要用这个也可以 啊如果这样子可以被证成的话 那其他的案子也一样啊 好 那我们来优委员 就是本席所提的齁 就刚刚就说 好 司改国事会是希望是说 让人民他能够申请评鉴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得把这个所谓 不只是案件的当事人 犯罪的被害人 其实说他只要是参与 这个法庭的这些的 事务的话的这些人 包括像证人 鉴定人 辯护人 代理人 辅佐人 那其实这些人如果说 他能够见闻 这个法官或是检察官 这有一些不当的 就是属于应该受评鉴的 这个行为的话 其实应该还是有发动的 这样的一个权限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部分呢 是把它放宽 那另外呢就是一些的单位的话 因为在第四款的话 就受评鉴法官所属法院管辖区的律师公会 那其实呢我们也把它放宽 会计师公会 专利师公会 或是这个全国性的会计师公会 还有全国性的这个专利师公会 因为事实上呢在一些这个 财税的案件或是金融的案件 其实这些的 就是他们的这些的会员 他们其实参与 在这里面他们可能当鉴定人 或是当一些的就是代理人 那可能也会见闻就是法官呢 就是或是检察官一些的 不当的一些行为 所以我们把这个部分扩充 谢谢 好谢谢 我们现在请看三十七条 现在请司法院说明三院会显版 有三十六条 三六一样啊 三六条都我们照先前的这个 这个决议通过了 刚才已经宣告过了 请看三十七条 来你来说明一下 这比较程序的问题 三十七条来说明一下可以吗 因为三十七条最主要是配合 我们三十五条修正嘛 对不对 三十七条是不负评鉴的事项嘛 对不对 三十七条是不负评鉴的事项嘛 对不对 这再简单说明一下 你说明 这是为了配合那个三十五条 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有开放那一般人 当事人他可以请求评鉴嘛 那所以我们就是为了防止就是说 有那种烂素的情形 所以在三十五条呢 他有设计了一个就是说不予受理 就是在一个等于筛选的一个机制啊 那为了配合三十五条的那个修法 所以在三十七条第一款 就是说不负评鉴的那个事由呢 他就只限于到三十五条的特定的款项 以上 那请黄委员 那个 因为三十五条在我们之前所解释的 那一个议事规则的运作下 那被绑死了 一定要按照之前通过的通过 那在这样子的拘束下面 三十七条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一定要保留啊 三十七条保留 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跟前面 我们所受拘束的东西 做任何的配合啊 是跟这次的新案做配合吗 前面条文要确定之后 才有办法处理这一条了 好 请各位看第三十九条 三十九条 两位委员的提案 也是跟法官评鉴委员会相关 那 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一样 要一并保留呢 还是有办法单独处理 现在主要是说 我们正常的运作就是 还是要送到监察院 一送到监察院 由他弹劾送之法庭 那时间上还有这个 时间上还有调查的效果上面 就是被大家所诟病 所以我提案的版本是采这个双轨制 那想说看一下司法院这个部分 有什么治安难行的地方吗 就直接 因为 现在目前也是很多司法院他自己调查 然后他自己送评鉴委员会 然后当然他会走程序送到监察院 那实际上 有时候就快慢 如果说是 刑害院取决于他们的一些判断啊 快或慢 那如果说评鉴委员会这边明确的话 可以直接就来送植物法庭 就采这个双轨制 那本席的提案是要做这样的一个修正的 请司法院说明 这里面就这个司法院的立场 当然我们觉得 评鉴委员直接送植物法庭 这个我们赞成啊 不过要特别说明这个 可能有涉及到监察院职权的这个问题 因为依照目前的宪法监察法 还有这个监察法 评鉴委员的规定 好像啦 也先把没有那么样的明文 好像公务员的惩戒 那是要经监察院的弹劾才可以惩戒 这个 但先把我刚刚特别报告 没有那么明文 但是实务上的运作 陷阱的条文 好像都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前提 如果这个问题没有特别意见 司法院也赞同 有评鉴委员会 就直接送植物法庭 这样会比较快 那第二个就是 周委员这个版里面有提到 评鉴委员会 必要使可以直接告诫 我们是建立这个部分 看不要争定 因为 评鉴委员会在概念上 它只是一个程序的发动者 那不宜由他来直接对法官进行告诫 因为它是一种公权的行使 可能回归到有职务监督者进行告诫 或者是职务法庭来进行惩戒 会比较适宜 以上两点 我先请监察院说明之后再请您发言 好不好 监察院对于针对刚才司法院的意见 能不能做一个回应 监察院对立法院做报告 有关于这个是不是可以裁双轨的部分呢 其实院里面曾经有做过调查的研究 院里面有两点的意见 第一点简单的说是认为如果是双轨的话 可能是违反相关的权力制衡的一个原则 那这个细说呢就是认为说 不管是法官评件委员会还是检察官评件委员会 它原则上是设在司法院下 那单单就这个权责来分的话 即便是司法院的院长也不能将法官直接送到职务法庭 那可见的在院之下的评件委员会 也不宜有这样子的一个职权 否则的话是权责不相当的 第二个呢是有关于惩戒权的发动 如果是踩双轨的话 是会比较宽松的一个状况 因为一般的法官跟检察官 跟一般的公务人员的一个惩戒的程序 是有区别的 是法官法的立法的意志里面 认为法官应该有不同的一个 弹劾跟惩戒的一个程序 所以这种我们可能可以把它称之为 双阶段的一个先行程序 是对于司法人员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保障 经过一个弹劾的程序才送职务法庭 所以基于上述的两个理由 监察院还是认为 应该要保持限制 以上说明 好 谢谢监察院说明 请黄委员之后 游委员 呃 在这件事情 其实2011年的时候 在第一次讨论法官法的审议的时候 其实就触及了 那可能在监察院刚刚所讲 你们所所谓的有什么研究报告 再麻烦监察院提供 我直接讲我自己法律上面 跟实务上面的立场是说 我们现在针对整个有关于法官 监督淘汰的机制 蝶床嫁屋的太厉害了 先评鉴委员会 再监察院弹劾 最后才送到职务法庭去 那这样子的蝶床嫁屋 它所造成实际上面的效果 就是时间非常非常的漫长 那甚至我不客气的 在讲监察院 在这三个阶段里面 政治性格最高的 是监察院 我想当初黄世民 的那个弹劾案 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来 社会花懒 连检审会自己都做出了决定 认为这明确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结果搞到监察院可以搞到 人数不足啦 刻意请假啦 结果监察院连送都没有送 那一直到最后刑事审判系统 他被判有罪 那显然这个程序基本上 根本就已经 第一个造成的程序 太冗长了 那第二个里面掺杂一个政治性最高的 监察院 那最后实际上面运作出来的结果 也背离了 整个监督导胎的机制 他本来要达成的功能 这个是现状 那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啊 实在力量支持 不用经过监察院 我们这一次强化 职务 我们这一次 在评件委员会的阶段 扩大外部参与 强化他的职能 我相信 在评件委员会 的那个阶段当中 其实就可以做出 相当扎实的调查 相当扎实调查的情况之下 由他们就直接 移送到职务法庭 那我们这一次 法官法的修正 在职务法庭的部分 也做了相当程度啊 的修改 所以我们是支持 直接从 职务委员会那边 就直接送到职务法庭 来家里处理 我相信 他历经的程序 跟必须要给的程序保障 已经足 已经相当的 相当的足够了 那第二个部分啊 是说 如果没有 懲戒的必要的话 那送给人省会 自己去处理的话 那这个 送给人省会处理 人省会可以 不同意 凭见委员 所做的决定吗 那如果发生这个状况的话 法务部也好 司法院也好 你们的立场会是什么 因为 基本上 评鉴委员会 它只是一个 程序的发动者 所以 你到下个程序去 要如何处理 从 这个 这个组织的一个权者来看 由他来认定 所以 如果 评鉴委员会 的意见 一定拘束人省会 那就不用 经过人省会 它等于橡皮图章 没有意义 但是我刚刚特别报告 有评鉴委员会 直接来做 懲处 这个可能会有法律上的问题 因为 他并不是 可以行使行政监督懲处的人 那 之所以 我刚刚赞同说 评鉴委员会可以 直接移由司法院 直接送职务法庭 是因为 最终的那个 处分的结果是 职务法庭 那是一个审判行为 所以 当然 在从 制度来看是这样 但是从实务运作来看 大概 评鉴委员会建立的 人省会应该 除非发生 发现新的市政 否则应该是会尊重 这样 請 有委员做的 这黄委员 其实呢 就是我的版本也是 把它就是直接 就是送到职务法庭 不要再送到监察院 这样的一个程序 因为我们发现说 它的程序非常的冗长 那其实呢 你会看到 几乎送这个 个案评鉴的 其实都是 几乎都是报纸 已经爆发出来 那爆发出来之后 再经过调查 然后呢 调查出来之后 再送到 这个职务法庭 送到这个监察院 监察院再送到 这个职务法庭 那职务法庭 现在我们又要改成两审 所以那个旅程 实在是太 太久了 也太长了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 我们也是主张说 是不是直接就送到职务法庭 那当然在这里说 有没有 会不会侵害到 监察院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 这个弹劾的权利 那即使呢 我们在这个 其中有一项呢 在第二项的地方呢 第二项的地方呢 我们就规定说 这个法官评鉴委员会 任由懲戒之必要者 应将决议的结果 告知监察院 所以事实上呢 就是说 虽然我没有送去监察院 但是我要告诉你 那监察院如果认为说 他还是有弹劾的必要 他还是可以 发动他的一个监察权 去做这些的弹劾 所以这里呢 并没有去侵犯到 监察院的这些的职权 但是呢 让他整个一个程序呢 能够尽速 那会不会剥夺到当事人的啊 他的这个权利呢 事实上 就像刚刚秘书长所讲的 他其实到职务法庭 那职务法庭 如果说改成良省的话 他其实还有救济的一个管道 那他是经过一个审判的一个程序 以上 先黄委员 有关于评鉴委员会 送到人省会 在表面上面看 的确是如同秘书长所讲的这个样子 但我要讲的比较是实质的事情 评鉴委员会 它组成相对的独立性 跟成员的外部性 还有多元性 可能跟人省会啊 比起来两者之间 大家对前面那个评鉴委员会 其实是有比较高的期待 那送到人省会以后 呃 剛剛秘书长说 应该都会尊重 那是不是 因为反正我们今天 按照主席的处理 只是我们先委员会里面 挑文大家初步 讨论一下 在那个 下礼拜 是不是可以拜托 司法院跟 法务部这边 把曾经出现过这样子的案例 还有最后的结果 能够提供资料给各个委员参考 我想应该没有困难 那个案件没有太多 可以吗 可以 对 另外 那我 请秘书长 这里面就是说 踩双轨 程序上比较简洁 啦 懲戒就是要 及时 才能够发挥它的功能 当然要确实 要快速这样子 不过我们踩双轨呢 他 要 避免 一种情况 就是说 凭见委员会直接送职务法庭 然后又告知监察院 监察院又来个弹劾 弹劾他也到职务法庭了 可能 有没有一事不在理啊 等等相关的 程序的问题 这个我想 可能在 将来在运作上 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 这个我们跟委员会报告一下会议时间 我们上午的会议到 第40条 好 处理完才休息 好 来请欢会 那个 是不是可以请监察院啊 不急的今天啊 我知道今天要你伸这个资料出来会有点困难 一样 大概下礼拜以前 就是因为我常常看那个职务法庭的判决啊 原告 都是你们院长 但是实际上面在进行诉讼的时候啊 你们到底是谁在推进这个程序 绝对不可能是张伯雅院长自己去出庭嘛 下面有一个承办的人在推嘛 但是我要特别告诉监察院的事情 你们到底是谁负责在推动这个程序的这件事情 有一个完整的说明 因为我必须要老实讲 有一些案子 职务法庭莫名其妙啊 也没有裁定停止诉讼程序把案子放在那边碎 然后你们也没有积极的去push 你懂我的意思吗 要把那些不适任已经提到职务法庭的法官检察官 赶快有一个处分出来 你如果说从对审的结构上面来讲的话 那个是原告的责任啊 但是我在看 很多实际上面的案子 你们根本没有在push这件事情啊 一直就很消极嘛 职务法庭的法官他不审 他放着 他就继续让他放着 根本没有在很积极的去推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就希望監察院能够说明啊 就是你们现在实际上面 在职务法庭案子的处理上面 在push的那一个人 到底是谁啊 然后是怎么在作业的 然后可以有一个书面的说明给各个委员做参考 好我们请監察院提供 那我问一下各位委员 那我们39条 好因为周委员跟有委员的提案是一样啦 那我们是要保留还是可以照39条条文通过 跟照提案通过 先保留是吧 好我们39条保留 请看第40条 40条两个提案的内容也是一样的 好 请问40条各位有没有意见 那就是39条的程序啦 是啊39条程序啦 就是说当然啦 我们在行事上也可以把它保留到39条才处理完 但是我是觉得 应该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 没有什么争议吧 哈 虽然我赞成啦 但是喔39条保留 40条拉过会 很奇怪啦 好啦 40条一并保留 好我们上午的会议到此先休息喔 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个协商 下午2点半继续开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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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